這個題目,我花比較多時間,因為台灣的食品進口問題, 過去大概主要從去年的夏天還是幾月的時候, 這個問題就開始在媒體上的出現, 所以我想把這個問題稍微提一下,為什麼這個問題在台灣這麼難處理, 這個問題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當然也是從我的,等於是一個比較旁觀者的看法來看這個問題, 那你們在這邊的人都是住在台灣的,你們的看法突發不一樣, 我是等於是,因為我不是藏住在台灣,所以我的看法不一定是跟你們完全一樣的。 好了,那我先大概講一下2011年3月11號這個福島事件的, 我就這一頁而已,這個福島事件,這一頁我本來是要講很多了, 整個福島事件,不管我想你們的這方面的詞情大概很容易可以找到, 福島事件的那個,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意外事件呢, 這個核電廠的儲壞情形等等,那所以我就, 只有把這個稍微講一下而已,那後面主要是講這個, 這個污染的問題,那視頻的問題。 這個,它的,就是說整個開始發生以後的前面的大概幾天到幾個禮拜的, 從,就排到大氣的那個量, 那在IAAEA的這個,這個嚴重意外事故的話, 那裏的話,算是第七類,第七類的話是最高的, 就跟那個窮阿波是一樣的,的第七類。 當然Chimobo跟福島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不同 我不曉得你們對Chimobo有沒有什麼了解 因為我記過Chimobo 我幾年前還在閃地上班的時候 有一次IAE的一個小技術支援的訪問團 我就其中一位我那個閃地上班的時候去訪問 去以前要做點功課 所以稍微了解一下Chimobo整個過程 它的位置是在一個河邊 也不是說很靠近河 但不是靠海 它的地下水 地下水是很重要的因素 污染水的污染 看你這個地下水 整個河邊廠的 因為它也是無心的都被融掉 所以它那個 融的那個河濫雕都在 無心的外面 整個這個保護河的下面 那當然你也是很擔心這個地下水污染水 那另外就是它整個這個河濫煉 這個河濫煉的這個腸 那怎麼樣去把拉圖 這個都是一個大問題 那我們就不講了 這個問題就不講了 不是我今天要講的主要題目 就是第五位是跟湖島不一樣 湖島很靠近海邊 所以湖島的海邊的可能影響到的情形 其實就跟蝴蟲某對食品來說的話 就不一樣 就讓你那個食品的污染的兩個 比較可能的情境 這個意外放生的是 一個是從風氣跑出去了 污染到土地的 另外一個是由地下水 污染到地下水 可以影響到人的引水 另外就是地下水 如果我跑到海的話 可以影響到這個海的一些海產物 那我也不再講這個裡面 我本來要說的那個 大的那個 這個 土地污染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是要拿 就是說也是相當大的問題 那總體來說的話 這個湖島 那個蝴蟲某都是一個 要把它完全把它弄乾淨 這些非常長的時間 這個熊王我到現在 也沒有計劃說 要把裡面的這個 這個高方形 就非常的高的 輻射機這樣的 融掉東西把它採取 它在外面 就帶一個 新的 如果我上網看的話 可以看到一個新的 這個 有歐盟的支援的 小老師把它造起來 社區上他說 可以 可以說 維持大概一百年 或者 因為當初 像阿佛把他封起來的時候 是 就這邊貼一點 那邊貼一點 這樣 所以不是很完整 是會漏水 所以的話 他就 水就逃到那個 保護殼裡面去 然後就會影響到 所以他現在把它蓋起來的話 就 暫時不去理他 就是 到底什麼時候 去把它清出來 什麼未來的事情 那 那 福島的話 現在 目前 日本的 車府的想法 跟那個 宮殿的想法 是要把它清乾淨的 當然 這樣這個 挑戰性很大 多技術當中 你還沒辦法解決 因為它裡面的 那個 床裡面的福射技能 非常非常高 前幾天 有一個 一個消息 他們送了一個 機器人送進去 本來要看這 做一下 裡面的 多快的時間 但是因為 裡面的福射技能 雖然太高 幾百個 吸附 好幾百個吸附 然後一下 裡面的 那個 機器人就壞掉了 因為福射技能太高 機器人沒辦法 裡面的零件 電子零件 那個 電子零件的辦法 承送保護能力 所以說 區域上來說的話 不管是窮 或是 要把它完全清乾淨 如果這個 國家想法 把關於清乾淨 是一個很長的 一個路程 過了好幾十年 所以我們這個 就不再詳細談了 好那我們再談一下 台灣這個 這個 日本進口的 食品的政策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就大概看了一下 這個 台灣一些網站的新聞 就是說 剛剛去最早 這個 發生於 2001年 發生不久 這個 516發生 過了以後 大概只有 一兩星期吧 3月22號 3月25號 台灣政府 就禁止 這個 基本有五個 縣的所有食品 禁止進口 這五個縣就是 包括福島 漁木 市城 千葉 還有群馬 這五個縣 我們等一下會看這個 五線在哪裏 你們如果還不要去 去從Google裡面 去了解這個 五線會在哪裡 等一下我可以跟您介紹一下 那當然這個事情 這個 政黨問題的時候 後呢 這個 現在的政府就 打算要 要考慮把這個 這個 這個 要放館 要把這個 五個縣的 食品的進口 限制 要放館 那放館 那如果宣佈 農委會在 去年的11月 宣佈說要 舉辦 10場的 工廳會 當然我那時候 還在美國 不過我想你們 各位大家 都知道這個消息 說不定沒有了 第三大工廳會 那 考慮除了福島的時候 主要無印 考慮除了福島以外 要把這個 四個縣 就前面那幾個縣 除了福島也要把 四個縣 的部分食品 進口要減進 那我不曉得這個 進部分食品是哪些 我沒有很清楚 可能這個 農委會裡面 可能 我不曉得有沒有 講得很清楚 哪些食品要 要減進 這個不太清楚 結果 只有辦了三天的 公廳會 結果 就 很多 抗議 這個事情 就 不再 就停止 公廳會都停止 好了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從那個網站 台灣的網路裡面 抓下來的 整個這個 相關的事件 你們可以到我參考 我也不太詳細地講 那媒體呢 當然台灣的媒體 抱了很多 我是舉了幾個意思而已 沒有一個 沒有一致的抱抱 就是說 媒體 台灣的媒體 我個人感覺 應該說是 也說是缺點 就是說 我感覺上沒有一個媒體 到現在網邊看到一個媒體 能夠給我感覺到它是報導的東西 比較公正 就是說 記得我花比較長的時間去了解這個問題 你如果看美國的大報紙 美國兩個大報紙 當然還有其他大報紙 我主要是看兩個大報紙 The New York Times 跟The Washington Post 這兩個是美國最大報紙 當然還有幾個美國大報紙 像Austin Globe也是蠻大的 當然還有其他大組織大報紙 當然你如果看這兩個報紙 The New York Times 跟The Washington Post 就是紐約時報跟華盛頓 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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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報紙 他們的記者 尤其對於比較重要的新聞的時候 他們花相當多的時間去研究這個新聞 是不是有正確的 他不是說一聽到就把他們報導 他應該花很多時間去研究去證明說這個消息 然後這個消息單元怎麼來的 然後消息的內容是不是有正確 那我是覺得台灣的媒體 這方面做得不夠紮實 我就舉了這兩個例子 就是說這個報導 當然也可能也是包括台灣的有關單位的消息 也沒有說講得很清楚 沒有講得很正確 譬如說這個第一個 這個傳說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就是FDA 類似台灣的不衛福部 類似他們管制的東西 類似台灣不衛福部 這個傳說是FDA宣布日本14個地區的產品進口到美國FDA 可以做任何檢查就可以直接扣了 這個媒體認為是假新聞 好像認為是假新聞 說這個真不是事實 那這個是事實 我等一下會講FDA裡面的內容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到現在美國FDA 在對日本進口的事物怎麼樣管制 另外一個例子說是去年11月15號 三地新聞的分局最近統計到現在為止 全球只有剩下台灣跟中國大陸全面禁止 其他的國家包括美國或我們等等 都已經陸續開放 但陸續開放頂多要求把輻射檢查或產地證明 連向來強控韓國也已經開放部分的進口 那我對其他國家不是很清楚 至少我對美國的話 我可以很容易上到美國網站去了解 譬如說FDA的網站 了解美國FDA到底怎麼做的 FDA現在還是禁止的 並沒有說全部開放 那當然這個新聞 你如果仔細讀的話 也可以說是對的 只是說你要仔細讀得很 讀得他沒有完全錯誤的 只是說沒有講得很清楚 沒有講很清楚的話 一般的看新聞的人 台灣的人就不會去 很容易就認為說 這樣是不是就像台灣跟中國 其他國家都已經不太近 很容易有這種露解 那當然就是說 我現在講的是說 台灣的媒體 我是覺得要多加努力 多加努力去把新聞講得比較正確一點 然後把這個新聞 當然有時候叫即時新聞 叫做Wrecking News 那當然可以 但是你對一個大事情 要比較深入報導 就要誇張多數 不是說即時新聞就可以把這個新聞講得很清楚 好了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現在到底 新聞的那個 那個 污染情況到底是怎樣的情況 這是我從網站裡的人 日本政府的航空輻射車輛 那輻射車輛 航空輻射車輛 當然它也有飛機 飛機的話 上面裝一個輻射車輛 它只有車輛輻射的總量 沒有辦法輻射車輛 什麼樣的核總 它有遺棄的話 它的遺棄當然是 已經都已經叫做 我飛多高 我量到多少 都代表地面的污染程度是怎樣 日本政府是每隔一段時間 我不曉得多久它會做一次這個報告 每隔一段時間它就會把這個消息公布在網站上 這個是去年的11月18號的公布的消息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藍色的部分大概都代表 深藍的話代表是 幾乎是背景的圖色 淺藍的話是稍微有一點點 比那個背景圖色稍微高一點 那如果是黃色 紅色的話當然是顏色 對靠近紅色的話是 圖色計量越高 不過你如果從這個圖這樣看的話呢 這怎麼用 請問怎麼用 這這個 沒用 用外接嗎 用外接嗎 中間 超過 台車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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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 我來把它插進去再給你 好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這樣 所以變成 變成 五七波壓力這個 你可以齁 我可以用我 其他的 好 這個 這個 這個呢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很好的 所以你如果看這個圖的話 看起來是 就把燈上為關 關 看起來好像就是說 大部分的區域 除了這個福島線 比較好是核電廠的 很大的地方 大部分都是 這個主要是福島線 大部分都是 就從真 那個 航空的真側來說的話 看起來就是 幾乎是 大部分都是 背景而已 是吧 當然呢 這個 這個 不是一個很 很精確的一種 測量 它是用飛機 像飛過去 沒有說 沒有說這個 測量都非常的 非常的 精確 那另外呢 這個 這個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 比較 詳細一點 你如果要看這個 環境的 偵測的話 就是類似台灣 台灣的 呃 別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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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灣的環境政策 是吧 它有放在網站 有好幾個政策站 那這個 日本的話 輔導時間以後 裝得更多 每個線都裝滿多的 這個的話 就 這個是根據 民間組織叫做ATMC 一個NGO 它公共的服飾 這個是自蠻輕的 這個1月22號 那下面就 下面就有一些 比如說 質量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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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 它這個 它主要根據什麼呢 根據那個 劇本中央做的 還有原子 原子力 會是委員會 還有文科省 文科省大概 因為他文科省是屬於 以為哪位 一定要清楚 所以 是不是屬於 類似有點像 他們的 科技部 還是什麼之類的 反正 他們的 中央政府 日本中央政府 有一些數據 地方政府也有數據 它把它整合起來 所以它每一個線都有 每一個線的幾個大手機師 它都有 把它 統統起來 好了 這個 這個就 比較詳細的 它每一個線 我這只有 都舉了幾個線的 幾個城市 幾個城市 譬如說 它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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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政策的位置 譬如說 通常都放在他們的 譬如說 台灣的相公所 或是讀書館 等等之類 那裡面地面 譬如說 一多指導 那他們當然 我沒有很清楚 我相信大部分都是這樣的 譬如說 一公尺 兩公尺 然後 也裝這個 連續的 輻射計量 這個是連續性的 所以 你每個 譬如說 每個小竹 或每個 每個 情況 它就會從現在出現新的數據 它有 日平均族 現在族 還有 跟那個 正常族的比較 譬如說 這個的話 譬如說 它是比這個 正常族 大了 0.3倍 他們有藍色線 他們有0.4倍 還有1.3倍 等等 不同的線 譬如說 這個是 新生 這個是 工程 等等 所以 你可以看得出來 有 藍色的 也有 紅色的 當然 有藍色的話 表示它只有 以那個背景 稍微高一點 有 紅色的部分的話 就 大部分都是 大 大於 平坦的背景 稍微高一點 稍微 那這個是另外 另外的 其他的 大城市的一些 政策 譬如說 這個 納梁 這邊也有 納梁 那是5.8倍 所以 這個 你如果看這個 值的話 就比較能夠了解 到底 現在 在日本 在日本 地面的汙染程度 到底是怎樣 近 當然沒有很高 不過 不是 還沒有回到 正常的 地景 那個 浮生機 好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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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水的問題 我剛剛有提到 這個福島的 這個 國電站的地點 是在靠海邊 這個 靠海邊的話 它這個 這個 這個 烏覽的地下水 它那個地下水的位置 就是離地面 非常靠近的地面 沒有很深的水 很容易就 就流到太平洋去了 所以 這個問題 在這個福島世界 花了不久 日本政府 東邊 就 已經 就馬上就知道這個問題了 所以 它 他們馬上就開始 怎麼樣去 想辦法 怎麼樣去 去減少這個 烏覽的水 跑到那個 太平洋去 因為 因為 日本 它這個 福島 它有三個 核電站的 三個 三個 一號機 二號機 三號機 一號機 二號機 三號機 燃料 遊戲裡面 燃料 都有 相當不同的程度 的破壞 有的 有的 還穿過遊戲 跑到那個 保護殼外面 所以 肯定是 就在那個 烏心的下面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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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基下面 就是 那 一下雨的話 因為 它那個東西都已經 是 下雨的話 水就跑進去了 那 地下水 如果 通過下面的話 很容易就把它 把這個東西 滲透到地下水 然後地下水 就流到這個 海邊去 然後 它很容易就流到海邊去 那 剛開始的時候 日本想辦法是 抽 它挖一個 挖的 在還沒有到海的 邊上的話 在這個 這個 這個 reactive building 這個 很靠近海邊的地方 它就 挖了井 把這個地下水 搓上來 污染地下 有搓上來 搓上來的話 就是 這個污染水座要的地方放 是不是啊 它就 放了很多地方 放在桶子裡面 沒辦法排到海裡裡面去 那這桶子越去越多 現在還有不少濃厚系統 非常非常過頭 你渡過車 你去碗湯 你看的話 可能會看得到 除了這個 污染水油外 它有污染的泥土 有很多 它這個主要是污染的水 但如果這樣的話 還是沒辦法 對不對 你還是有辦法 還是有些地下水 還是會流到 流到那個 太平洋裡面去 所以 東電就想了一個辦法 要蓋一個那個 冰牆 冰牆這個概念就是 當然這個冰牆這個概念 不是說 新的 以前有一些 其他的 污染的地方的話 也是用這種概念 去把它 把它抱起來 就防止 這地下水 污染 跑到地下水裡面去 但是它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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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島這個 冰牆 是很大 所以 就是說 費用很高 而且 這麼大的一個 冰牆 這個等於是 水上第一個 沒有蓋這麼大的 他 他的冰牆大概 去年的2月 一年前左右 就是蓋好了 蓋好了 蓋好了的話 他們 蓋的話 你還要 總共蓋了花的錢到 到那個時候 去年年 2月的時候 已經花了 35 35 350億 去日幣 每千的話 就是 百萬千萬 一、四萬 三億多 每千 之外 蓋好以後呢 還要把它 修 像一個 大的冰櫃一樣 馬上把它 電打開 之外 那電打開不是馬上 就結冰了 要花了幾個月 時間慢慢一段一段 結冰 去年三月打開了 來卡的以後 大概 到 可能要到 好幾個月以後 他來 結冰 那我們再看看 設計是怎麼樣 他總共大概有 1.5公里長 圍著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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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號機 2號機 3號機 圍著 1.5公里長 那 後的 冰的 墻的厚度大概 1公尺 1公尺 深度 深度 我不太記得 深度 他一定要在地下 比地下槌還要深 就是說 要把地下槌擋住 所以他深度要比地下槌還要深 就等於是一個圍場把它圍起來 圍起來的概念 就說 好了 那我現在 地下槌 這邊是山坡 是吧 這邊是山坡 這邊是海 是吧 那地下水呢 因為水 水流是 由高一邊 往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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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個 叫做gradient 是吧 就是說 水壓的 水壓的 這邊水壓高的話 就往水壓地面 往地面 好吧 那這個 地下水的話 它這個冰箱的話 我剛好講過 冰箱它必須要比這個地下水還要深 是吧 不過這個地下水 有沒有辦法完全擋住呢 那 就是說 這個問題 就是說 一個 比較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完成 地下水 趕快不會把 不會讓地下水 穿過這個 沒有落好的冰牆 然後跑到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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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隊的那個 爐子裡面下面 然後就 接下來就跑到 排名去 就 在 就打開 三月 打開 去年三月 店打開以後 到七月的時候 他們做了 蠻多的去 測量 那時候 東電就 就承認是 不止了 還是沒有辦法 完全擋住 完全擋住 而且它裡面在123、123地下室 還有相當多的一個六萬噸的水 或是非常的浮測機量很高的水還是留在那裡 那個水還是會慢慢的滲透到地下 如果碰到地下水 然後地下水就會稀釋一點然後帶到海邊去 那最近當然它還是能繼續去抽那個 在那個海邊 海邊有得到海邊之前的井還是繼續抽那個水 那它是有減少的 但是減少並沒有少很多 或者它那個時候去年7月的時候 每天的抽的地下水 有一點點污染地下水的每天有300噸 那6月去年6月的時候 只有比5月的少了 結果還是10左右吧 所以並沒有少很多 那去年8月的時候 日輪有一個比較技術性的一個委員會去 去討論這個冰牆到底的它的那個 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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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是那個時候認為說 大概 那個時候大概有99% 他們大概根據他們的 淬涼的一些 儀器 可以淬涼到說99%的牆 都是冰洞的 但是大概有1%的部分 沒有完全冰洞 那你沒有完全冰洞的話 就是說它那個部分的溫度比冰點 就是沒有結冰多次 我們都知道水只要有一點點裂縫 細縫它就能夠鑽進去 所以即使有1%的話 這個水一進去以後 就會碰到那個污染的地下水 所以還是會把這個水 會帶到這個太平洞去 所以這個是很難的 因為這個這麼大1.5公里的 1.5公里的一個牆 它又很深又很厚 你怎麼樣在工程技術上 能夠達到100% 或是比這個 99%還要達到99.999 你要怎麼樣能夠 盡量使得這個牆 完全是結冰的 沒有任何的空隙 這很難的 好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講地面的污染 然後又談了一下海水的污染問題 那日本 當然日本的政府 有做各種不同的測量 不過這呢 有一個離間組織 叫做白色實體 名字叫做WipeTool 你如果去網站 你可以把中文或英文都可以 可以查到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 我再過去一兩禮拜 花了一點時間 稍微看一下他們網站 他們做一些什麼事情 它是一個私人公司 它是一個購物的 然後又 比如說 它買一些食品 比如說 蔬菜 水果 魚 然後他們經過測量以後 覺得污染 沒有污染 他就買到 批發到各個不同的零售上去 那他也做這個Food Processing 就是說他也做食物的食品 各種不同的食物質 那食物食品的話 它也有食品的來源 比如說你要做什麼 做什麼生命麵 你要知道麵粉哪裡來 什麼左料的香蕉子 那種 他也有這個基因的 那他是 他除了這個 他特別要導他 他所有的賣的食品 都是不用這個 Aptos 就是說不用這個 沙東劑的 那或者 不然不是說 As much as possible 就盡量不用 因為他有食品的來源 用的沙東劑很少 也沒有這個 也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防腐劑的 也沒有任何人造的 顏色 也不用這個 Eta Poly 就是 抗生素 是吧 現在我們知道 食品 那個 宙類等等 用很多抗生素 雞啊 帕朗德烏 雞吃很多抗生素 他們就標榜不用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的食品的話 就在日本的事業的話 標榜他們是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 所以他在這個 輻射機這樣的 偵測來說 他們認為是他們 他們的要求 參數的是最嚴 比食品政府 或其他的食品公司的要求 還要良 他們用什麼樣的 政策 如果有政策的話 當然是用這個 比較一般實在 如果你是坐在那個 做這個圖色 那可能大家都知道 那就是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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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 最敏感的 最敏感的 一個 輻射的一個 政策 他可以 測量這個 這個 鋼 可以聊到 他是哪一種 何種 他測量多少 那他先把這個食品 他測量食品 先把它 把它 打碎 然後 平均的 因為你要測量的話 你必須要 他們的食品是要平均的 在一個比較平均的 那個體積上 就要測量比較多 是不是 他除了測量這個鋼馬以外 他 他也做這個 雙血 雙血就是 中文是不是叫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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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記得中文 因為我以後通常 雙錢 中文就兩個搞混了 最好不要寫中文 你們知道就好 因為雙錢 為什麼這個雙錢 他們不會辦法常常做呢 因為雙錢比較複雜 它不是一個γ 所以它必須要 它是一個β的 β的話 它沒有這個γ 它的衰變 因為你可以量到只有量到β的話 β的話 你用這種 卷媒體 它就沒辦法量到 所以它必須要經過一些化學處理 把它你試鏈藍道以後 經過化學處理 然後再去用比較不同的儀器 去測量這個β 所以比較複雜的手續 所以它沒有說常常做 當然它這個 你通常是 你如果有量到有β的話 有γ的話 那裡面就有比較高的γ的話 或是你可以去猜想這裡面 是有可能的酸學 所以你可以從反應堆燃料的運轉過程裡面 大概可以 它有一種比率 例如說我吸血137 多少的時候 手上血大概就多少 這兩個對比 這兩個的比例 大概是一致的 主要你如果量到C型 你要不到C型 137的話 那如果它量比較大的話 那有可能雙流在裡面 這個當然有可能 並不是完全的 因為在環境裡面 這兩種合適的 它有不同的化學 不一樣的化學特性 它在植物裡面 或是在土壤裡面 怎麼樣會被植物吸收 在動物裡面 這兩個不同的核素 會留在動物的哪一個部門 這不一樣的 所以不是說 當然說 你這個威脅是 有可能是 給你一個概念 但並不是說 你會量之後 完全的威脅就是 那個 你預測的那個對比 所以它沒有說 喔 每年做一次 每年做一次 它主要是量這個魚 那魚 為什麼是魚呢 魚的這個 魚的 魚的 這個 因為這個strumcium的話 比較容易去被捕 它那個 它那個 你從化學元素裡面來說的話 它跟這個 跟那個鈣 是 是 同一組的 是不是 就這邊有那個化學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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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化學 的話 你從那個 化學 周期表 是不是 我這樣走起來 不太記得 我記得是同一組的 所以它的化學 的 behavior 非常接近 那 魚的話 魚的骨頭裡面 有很多骨頭 是吧 所以骨頭的話 這個 鈣是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 它特別關心在魚 假設魚 有 魚 魚裡面有 雙錢的話 因為這個 雙錢 吃到人體的話 也會跟 鈣一樣 就會 跑到 人體的 比較容易被人體的 比較 骨頭類的 比較容易吸收 所以 它們就 就 每年測試一下 魚 從這個 太平洋那邊 抓到魚 它們沒有出 那個 智能海那邊 因為智能海 跟那個 舞蹈 隔蠻遠的 就是不一樣 它還照過 那國智能 跟那個 北周 打過智能海 雖然這個 也不是說 沒有做 但沒有像 這個 這麼容易做 所以他們就 一年做一次 好了 那日本的 這個白色 白色食品的 它測量的 這個叫 Detection Limit 到底是多少 它們是定為 0.5倍克一公斤 就食品 它食品 只要是比 0.5倍克一公斤的話 它就 這個食品 它就不賣了 它不賣了 那其他的 這個是 這是他們的網站 這個 白色食品的網站 它有其他的 跟其他的 跟其他的 日本的 食品公司的 標準 比較 它沒有講 是哪個公司 它只有 歐、 歐色、 皮色、 歐色 這個是 白色食品 你看 有的 有的公司 它都一樣 不管怎麼樣的食品 也是5到10倍克一公斤 而這個 皮色的話 它有的 像水、飲料、牛奶 這類 牛奶類的 它們一樣 它有10個倍克的公斤 青菜類 肉類 還有魚類 等等 還有25倍克 這我是不曉得 這是我們不曉得 這是長動作的一般貝克 如果有 會懂自我的話 可能會送一下 會比較高 而且 歐色的話 它也是 都是比0.5高 它也有各種不同的標準 有的 足貝克的 十貝克的 五十貝克 它們是 這白色的話 它是 它是 定位 0.5 只有0.5的話 它就 貝克一公斤 就不曉得 就不曉得 這個是他們的 這個是他們的 網站的比較 比如說 哪一個公司的話 五十貝克以上的話 就可以了 不減出 歐色的話 十貝克以上 就不減出 就等於是 沒有胡色 皮色的話 譬如說 它是 三個貝克以上 減出 然後這個 白色的話 三個貝克的話 減出 但是它們的話 是 0.5等於說 它們是 在日本的 十筆頁來說的話 是最嚴格的 好 那這白色十筆的網站呢 它們的十筆是怎麼來的呢 它們這個 這個灰色的 我們先講灰色的 這個淺灰色的部分的話 一二三四 這四個省 這四個省 胡島在這裡 胡島 工程 山形 岩手 秋田 這四個省 這四個縣 四個縣 它們都完全不用 這裡面的所有東西來做食品 那黃色的部分的話呢 是它們有食品的 就是它們知道食品的地方 是在這裡 這黃色的部分 所以它們的食品 從哪裡來的 主要是綠色的 綠色這幾個縣 那這個是日本 浙古溝度的資料 那這個是 魚類的 就是魚類 那這個我也不懂 這是哪一種魚啊 這個不懂魚類的 這個兩島的 不同的粉色的 那個氣量 那是不同的顯示圖 所以說你如果在去網站的話 相當多不同的 不同的資料 你都會看得到 那這個是 野菜的 野菜的 幫助性的 分布 分布 當然你可以看得出來 大部分還是集中在 這個 胡島那個縣的 附近那幾個縣 那這個是 水果類的 水果類的話 就比較 分布都比較廣 可以看得出來 其他的 離胡島線 稍微遠一點 還是有一些 噴射的魚類 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美國到底是什麼做 我們現在跟 報告出什麼 台灣的媒體也有講 那個 那個 那個衛福部 FDA 是 這個 是 一個 謠言 其實上 你如果上網 去打進去FDA 99-33 很方便 看得出來 他這個網站 非常公開的 很容易可以找到 這個叫做 99-33 Import 等 因為 美國FDA 它這個 因為美國進口食品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對於進口食品的管制的話 都是由FDA來管制 那他怎麼樣來 給一般民眾來知道說 這個食品哪一種是安全的 哪一種的 FDA怎麼樣去管制 這個進口食品 他用這個FDA 這個很熱的話 除了告訴民眾以外 他主要是給這個 海關 海關的時候 他進口食品的時候 檢查的時候方便 好 那他 這個 這個主要的 他那個 英國勒的名字 就是說 Detention without physical examination 的話 從日本就沒有 以外的 就是說 中文 中文的 那些 那些 就是 你只要 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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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食品的名單裡面的話 如果有在那裡面的名單的話 這個 美國的海關 在檢查食品進來的時候 他都有一個 扣 有一個 有一個 代號 是吧 一個食品的代號 那海關的話 當然是看這個食品代號 比較容易嘛 他看 他用一個 他用一個 看 scan 知道這個食品代號是哪一個號 的話 這個食品 如果在這個 這個 99代3商 最新的報告 還在裡面的話 這食品就不進來了 那就不能夠 都不拉進來了 不需要再去檢查 你只要再看到這個 這個代號的話 這個code 你就不會進來了 這個 這個import law 已經正值了 第一次出來是 2011年3月23號 就是說 補導 以後不久 然後就出了這個import law 總共有25個updates 他就 他有新的資料的話 他就 把這個 裡面的食品 有改 有新的資料 還是改 所以他總共有20 20 改了 已經有 革新了25次了 最近的一次就是去年的年底 2016年年底 他是12月27號 但是他公布的時間是12月29號 所以你去看那個 99代133的時候 他公布的時間是12月29號 那我們看一下裡面到底想像是甚麼東西 再來就是說 Disk 就是說 Disk 就表示美國的 美國進口的地方 海港 他就說 跟剛剛講的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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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code 這個 那種的 product code 他在那個 一波二路裡面都寫得清楚 總共把這個線統統列出來 統統14個線 包括Fugushima L Morris Iba Luma Ibawaki 等等 統統14個線 當然 美國的FDA 他怎麼樣來決定這個食品呢 怎麼樣來決定這個 14個線呢 當然 我都是從網站裡面講的 把他抓起來寫的 網站裡面的寫的 不是我寫的 FDA 日本政府會繼續工作 FDA會繼續監視 治療 治療 所以 他 When appropriate 他每一次更新的時候 某一些食品 覺得安全 他就把這個食品的名單 從這個 Disk 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14個線是哪幾個線 跟台灣五個線比起來 是沒有比的 好了 那我們再看看 福島 我紅的話 就是台灣的那五個線 台灣現在政府那五個線 就是 不准進 某些食品不准進口 五個線 我不曉得台灣是哪些食品 所以我不太清楚 我們有去看台灣的 衛福部 哪些食品有進口 福島 是一個 El Morin El Morin 在日本本週最裡面的一個線 Przy方 齊藏 聖調 YUgKing 在日本上 allora 還要 哪ganeau 苍云 澄妮 structures こんな 很 weighted 一個 這個字比較難念 這就是有兩個 去日本的網站的話 它是寫這個古字 這個古字叫做練立 這個古字我還是看一下頭琴怎麼練 台灣有時候就把這個字當改成這個字 立木線 日本拼音完叫做丘吉比 山形塔 山形 四個線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原來這個十四個線當然包括了台灣的五個線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線到底怎麼分布的 對不起 這我從網中把朱凡的線把它列出來了 那我特別有紅線的畫 下面畫要橫的紅線就是代表美國FDA的十四個線 如果現在要綠色的線是台灣的那五個線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台灣的五個線就是在這裡 我扶短 這個 這樣看不太清楚 不過你們可以回去看我剛剛寫的那五個線 差不多在這裡 但是美國FDA的線一直到對 不然 但是並不是說這個線的所有食品都是不只進口 有些線只有一樣 就一樣食品不只進口 有些線是兩樣 三樣 四樣 五樣 有的線就很多了 好幾十樣 那我現在大概把FDA的這個99代33的 大概看一下 有六個線 只有一個愛能 就一樣的十年式進口 那哪些呢 就是這幾根修圖 沒有摩米 無比卡 塞喇嘛等等 這裡面的什麼東西呢 那是一個野生的 不是那個種的香菇 野生的菇類的菇類 還有熊的肉 那個應該是包野豬肉 野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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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MORE 對不起 那我打錯了 抱歉 生長是野產 比如在山裡面的東西 野豬肉 不是熊肉 野豬肉 不是熊肉 好歉 謝謝Kevin的作者 好 那 台灣如果沒有吃 我不曉得台灣有沒有買這種野生的菇類 我不曉得 野豬肉 說不定有人喜歡吃這種野味的 也有可能要吃 你看出來 當然我是沒有把這個線是哪些東西 不過主要就是這兩樣東西 這個線有可能這一線 其實IOMORE 可能是野生的菇類的 你們可以去網站看那個99.33 哪一個是野豬肉 哪一個是野生的菇類 不過這個你看出來 這個只有一類合 這個六個線並不是很重要 從那個實力管制來說 並不是有很多實力 在美國FDA在管制 好 那我們再看下面 下一個的話就是 有三個線 它有兩個以上 兩個到八個 有實力控制 就不准進口 那八個的話 七把 菁類線 鋪馬 菁馬線 那江歐 長野線 那江歐的話它只有兩個 這個菁類線的話有七個 菁馬線有五個 菁馬線有七個 然後長野線 這應該是up to seven 就是八了 對不起 這應該是七 就不到二到八了 菁馬線比較多 那長野線的話只有兩個 它有兩樣一個叫做 野生的菇類 這我剛剛有講過 另外一個叫做 Koshiakura Koshiakura是一種 一種油菜 聽說是很好吃 這個菁馬線 聽說是很好吃 但是它對這個 對這個輻射的吸附 的能力好像有比 其他的素材類的 又比較強了一點 那日本 我不曉得 美國人廚師都有什麼 那這個菁馬線 這個叫做 Koshiakura 除了這兩種以外 還有其他的魚類 Common Carb 還有什麼 Carb Carb是一種 我不曉得 Carb是Token 算一種 也是一種魚類 也有就是 鰻魚 還有 鰻魚 鰻魚 Chipate Mushroom Tuan Mushroom 野豬 野豬 我都寫對了 所以 這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 台灣 台灣是規定這兩線 是吧 台灣這兩線 目前還是禁止 某些食品 我不曉得什麼樣的食品 禁止進口 那我們再看 下面比較多的 這個就五個 下面的五個線 有九個以上的 當然輔導最多 我去看這個 99.33 非常非常多 我沒有數 好幾十個還是上百個 我不曉得 其他就比較少了 赤爭線有九個 連鎖線有十六個 工程線有十六種 總面包括海產 魚類 冷類 蔬菜 野生蔬菜 菇類 肉類 水果等等 我沒有把這個 FDA裡面的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通列出來 不過你們 網路很談 你可以看 你只要把FDA99.33 馬上就可以找得到 那我現在就 我也稍微在深入看一下 那美國的FDA 到底怎麼樣 決定這些食品 怎麼樣來決定 這些食品 是需要管制的 他沒有完全靠日本 公布的資料 他就是說 他自己 FDA自己本身 有九百個以上的 investigator investigator 就是去調查的人 還有四百五十個以上的分析 分析 這樣 在這個 所有的美國食品的 管制裡面 就有這麼多人 在2010年 FDA總共有測了這麼多 十七萬五千的各種不同的食品 這當然不是只有輻射的 各種不同的食品的檢查 那他也到這個 FDA field exam 就是 我食品是從哪裡來的 他又派人去那邊檢查 去那個國家去檢查 然後到那個地方去檢查 檢查那個食品 怎麼樣 怎麼樣從哪裡來的 他也根據這個 各種不同的 政策的結果 包括日本證據 包括日本證據 這個民間的 然後他們自體 を 自己去美國 那麼FDA 自己派人去檢查 當然它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就是對於美國消費者進口食品的安全 他保護的 可能要保證很多 盡量不夠保護這個食品的安全 其實日本進口到美國沒有很多 只有4%而已 所以說他食品沒有很多 但他還是管閉眼 雖然說只有在美國所有進口食品的4% 當然他主要的關係是 因為福島的意外事件的關係 他特別寫說 在福島反應電廠附近的 但是沒有包括在英國爾論裡面的話 他還是有做一些其他的掠揚 不是說食品沒有在英國爾論裡面 他就不在掠揚 他還是照他們去 現場去測量 做一些現場的一些檢查 還有做採樣品 到日本的現場去採樣品 然後帶回去美國去測量 就是說 不在這個英國爾論裡面的話 他還是要做的 那如果是在這個比較的外面 這關心的區的外面的話呢 他還是做一些現場的一些 然後辦了一些輻射的測量啊 如果他量度的比較高一點的話 他就取量了 當然就要取量了 所以他的工作不是說 只有完全根據日本政府公佈的資料 也沒有完全根據日本民間的收集資料 可以看到的資料 他們自己也去收集資料 這樣來決定說 哪些食品 哪些現的食品到底要 什麼時候才會用冠軍的進行 他主要的輻射的總裂就是這幾種 當然這個是一般的 這個核電的一些冠軍的核種都一樣的 給131、421、134、137 但是他也做四方拳 四方拳比較不想做 不過他也是做的 Ruthanian這個也比較能做 RuthanianEU103、EU106 那他就說 有需要的時候 他也是做的比較 不容易做分析 那我現在來稍微講一下 我對於台灣有些人的 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當然就是說 我個人是看法的 跟其他的台灣的有些 關卡比較熟悉的人的看法 可能不是完全一樣嗎 就是說 有人是用這個叫做Codex Codex是一個國際的食品的安全 你們也可以從網路可以打進去Codex 我忘記我不太清楚 我忘記我不太清楚這個簡稱 是從人體名字是什麼 我不太清楚 它是一個 你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城市 你可以去估計食品的服飾安全嗎 我也是有看到台灣的一個學者的報導 他就說 那我現在去用這個Codex 這個模擬的方法去估計說 就是日本食品 我們台灣衛福部測量到的標準 最高的量 如果是按照台灣的飲食的情況 一年吃什麼東西 水和魚 吃多少 然後裡面的服飾劑量是多少 就按照台灣環保署 兩個測量到的食品等級量 去估計大概多少 那它算出來的結果 當然比這個一個保溪服小很多 我不太記得是數字多少 那問題就是說 我的問題是 是不是用這個方法來計算 就可以來放送日本 可能受到福島一萬四個 污染到的食品 這個可以說 抗衷、減淨的意思 那我有點質疑 那我質疑的原因是什麼 第一點就是 第一道的防線不是在台灣 第一道的防線是在外國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台灣的 是進口進來的 所以第一道防線是在外國 就在日本 就是你要了解說 第一道防線的 日本的產品 進來台灣之前 是沒有收入的 美國是這樣做的 美國的第一道防線是在 是在日本 不是在美國 第一道防線是日本 因為你一進來的話 在測量很難測量 因為進來的東西很多 那你測量有限 你沒辦法說 測量的非常多 所以第一道防線是在 這個食品的出產的地方 第二道防線才是 在進口的時候 譬如在海關啊 或是在民間的食品院裡面 去抽樣檢查出來 我認為是第一道防線是在 不是在台灣 第一道防線是在出產 所以你要了解日本 這個汙染情況是怎麼樣呢 要收集更完整的資料 來防止這個汙染的食品 進到台灣 另外呢 一個豪西湖 一個豪西湖 是不是每年一個豪西湖 的輔助計量 是不是一個適當的 一個安全的 食品安全的標準 他說 我認為不是 因為這個 一個豪西湖 每年一個豪西湖 當然這個豪西湖 是 一個盡量是 一般 ICRP 這個是一個國際組織 一個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它是一個國際的 一個 紅色防護的組織 它建議說 一般老百姓 就不是在核電設施裡面工作的人 他的福射計量一年 不可以超過一個豪西湖 那他的計量只是一個建議的最高的標準 就是不要超過一個豪西 並不是說我吃東西可以吃到一個豪西 或0.8、0.9的豪西 不是這樣子 也不是說 核電站或是核設施的 輻射的放出量 只要能夠達到一個豪西湖 就 一年就可以 不是這個意思 它是說 你有所有的 你的核設施產生的 對於外界 一般老百姓的 輻射計量的 總量 總量 不可以超過一個豪西湖 每年 所以說 你用一個豪西湖的量 來當作比較的標準 我覺得並不是一個很恰當的比較 那另外還有 我也看到報寶說 跟其他的 也是用這個Codex 報寶計算的結果去跟 當然它算出來結果非常非常小 跟這個環境的 背景的 輻射計量比較 或是跟那個 去 去 照X光 或是 看亞裔的時候 X光 或是生理講 照X光 這個是不是 這個比較 這個比較 有沒有什麼 當然也是一個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計量 我們一般人類生活在 現代環境裡面的 這個 可以看得出來 可以有一種概念 但是 用這個 算出來結果 跟這個東西 比較 有沒有什麼 意義 我個人覺得 沒有什麼意義 一樣的 回到 我剛剛前面男人講 就是說 你的食品 主要就是說 你這個食品進口 假設有污染的食品進口 不是 是外國的 不是你台灣的問題 不是你台灣的核設施 產生 有可能產生的 對於人 台灣人民外界的 我讀者 以為講 是外面進口的 進口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不是一個 很 我的看法 也不是一個很適當的 問題 好了 所以 我現在考慮好了 那現在台灣到底要怎樣 決定說 什麼時候才是安全的 最終有 最後的問題 就是說 好了 那我們現在怎麼樣來 台灣人民要怎麼做 那 我只是提出一個 我刻了一個 很簡單的想法 還是回到前面 第一個 你第一條法律是 你要了解日本的 輻射的污染情況 食品的情況 環境的污染情況 然後 各種不同的食品 然後 或許 從美國 FDA 他們怎麼做的 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網路沒有講 什麼 怎麼做的 那 怎麼樣去決定 什麼樣的食品 或許可以參考 美國FDA 當然還有其他國家 其他國家 所以我並不是很清楚 說 沒辦法 沒辦法去提供 任何探訪 那 也跟 所以說 因為台灣跟日本 台灣跟日本也沒有很遠 而且台灣有不少人 對日本非常了解 日本的文化社會 非常好 所以要去日本 現場去檢查食品 檢查場地 我想說 不是很難的 很多人都會講日本話 我是不會講的 我想 台灣 因為過去的歷史的關係 而且貿易的關係 台灣跟日本的關係 非常密切 所以這方面 我覺得不是很難做 如果真的 台灣要去很深入地去瞭解 日本的污染的情況 日本很多明天工 明天單位的NGO 在做的 不是只有日本 在做的 這個是第一道房間 第二道房間 現在我們還是做 進口食品海關的 怎麼檢查的 我不曉得海關檢查的 情況怎麼樣 然後 衛福部怎麼樣去抽檢 這個市場上面的一些食品 有沒有怎麼抽檢 這個我也不曉得 問題就是說 台灣的 有沒有足夠的資源 包括資源 能夠這樣 這種比較低的 骨色劑量的人員 有些技術 還有設備 實驗室購購 如果你要做 這個第二道房間的話 或是做第二道房間的話 你去日本才 取樣拿回來 台灣去抽檢 這個都是要 都是要 設備的 設備的 可以做 那我 我這次去 去這個 摘摘中心以後 我就 才知道 台灣只有四個 有四個 這個大會 可以 測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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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射的 就已經認證了 然後還有一個 認證的 就是說 忘記了 怎麼說 太 是吧 還忘記了 一個 證證的 單位的時候 比如說 你這個 實驗室的 設備啊 然後 這個 實驗的 測量的 步驟 經過 國家的 認證單位 認證 這個實驗 設備是 適合 測量 這幾樣 台灣就四個 一個是 排泄的 測試中心 一個是 原廣會的 環境資訊 在高雄 還有電腦號 在台北 就說 基本實驗 在台北 實驗 第三個是 清華大學 學院裡面 有一個 蠻好的實驗室 那 第四個 就是 人類多數 就這四個 所以 衛服務 就是要靠 這個四個 單位來 來測量 那 這個四個單位 測量的 設備 人員 有沒有辦法 來 足夠 做這個 低調合計 或低調合計 的測量 如果不然去 測量 測量的結果 對於 民眾的信誠度 夠不夠 這個 也是一個問題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就 這個 這一個 題目 我就講到這裡 這個題目 我掛了時間比較多 已經 快三點半了 是不是 你們有沒有問題 譬如說 我剛剛講的幾個 幾個 看管 沒有什麼想法 或是我對於我的報告 或是我的一些 看管 來 請說 直接幫我拍過 謝謝國教授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像台灣四個檢驗單位 那 如果比照美國 美國就是那個 FDA在檢測 還是說那個 NRC也有附屬的檢測單位 那台灣四個檢測單位 事實上 常常給大家就是說 大家會比較不會相信 那韋國好像最近也說 他想在自己的內部 成立一個 無色的 視頻的一個檢測單位 那因為我們 在未來 要有一個組織在照 那 是不是 教授 你有沒有看 就是說如果照美國 我們是不是全國 就是說 整個 輻射的檢測單位 是不是要回歸到環保署 之類的 或者是 照目前的狀況這樣 好 謝謝 這個問題 我也是有一點 發覺時間 稍微想一下 就是說 台灣這個環保署 管了台灣的環保署 我再先講一下 美國FDA的檢測 美國FDA不是就FDA的檢測 美國輻射方面的檢測 有FDA也有EPA 還有每一個州 每一個州 他們也有自己州的檢測 一個假設 尤其特別是那個州有核設施 他們大多數都是有他們自己 有關國方面的 實施方面的檢測 所以說這個FDA不是說 只有他們自己做 他們也跟其他美國的 聯邦的單位 或是州政府的單位 都有 互相的 互動 或是共用他們的resource 那我們再回歸來看一下 台灣環保署衛福部 這兩個部門 一碰到輻射 就把這個問題 推到園林園路過去 這個就我兩者心理這樣 所以認為說 只要我要輻射環保署 環保署揪管 不是輻射方面的環保 那衛福的話 就是揪管 不是輻射方面的 有關衛福的安全 如果你問到輻射的話 台灣環保署跟衛福 通通推到園林園 這我具有了解一下 園林園 尤其在這個虛擬檢查的話 園林園 就我了解 我去高雄 不是輻射的話 他是跟我說 百分之八十的衛福部要求 請求這個台灣政府 輸入人去測量的 是在核岩所的實驗所測量 百分之二十是在這個 高雄的環境真正正中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那個進口的地方 如果從這個進來的話 可能大部分是在基隆那邊進口 那大方是核岩所比較靠近 遇到高雄的環境真正中 所以他只有把這二十全 又是送到高雄的環境真正中 就是說實際上 只有這兩個大部在做 就有了解 只有這兩個大部在做 就有幫這個衛福部 在測量輸給安全 那將來台灣要怎麼做 那當然我想台灣政府 現在大概也是在考慮這個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也有牽涉到這個 環保署 是不是也應該要 我們不要講實安 就是除了實安以外 另外 空氣、水的輻射 台灣的環保署是不是也應該管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那現在環保署 只要是有輻射 它都交給 全部都交給原廢 那我等一下再談到這個 這個河洋場去參觀的一些 國內一些個人的看法 可以跟你們稍微提一下 還有什麼不一樣 請說 謝謝 剛剛有提 謝謝 謝謝羅教授 經濟的說明 那 剛剛提到那個 國內檢驗的能力是怎麼樣 事實上 目前的能力是絕對足夠 甚至 就是 超出這個 再增加10到15% 目前的能力都沒有任何問題 那 前陣子那個 衛護部的話 有評估 如果增加開放獨島式現實 的話 它事實上 預估再增加兩千到三千的量 需要檢測 那 事實上 只要經費充裕的話 我想 河洋場 應該有辦法來做檢驗 那檢驗上 它基本上 就是 剛剛 剛剛 卓教授提到說 我們有沒有權利 公權利 如果日本人能夠 把這個國家的主權 釋放出來 給我們派人去 現場檢驗 就是 境外阻隔應該是第一道 那境外阻隔在 我們 這個 快六年了 到最近的數據 我看上禮拜 昨天的數據 都還有接近十萬 台灣總共接近快十萬的樣元 目前沒有超過法規 那表示什麼 日本方面自己檢驗也是說 數十萬件 它只有千分之一天的 有問題 它在日本 檢驗就已經拿掉了 所以不管說 我們老百姓 去日本 去自己 自助旅行帶回來 或者有些人去網拍 自己帶回來再網拍 或者什麼 或者說改商標什麼 到目前為止 我們自己檢驗的十萬件 幾乎沒有一件事超標 因為 日本的偵探 以及自助性的人 已經把這個 有問題的都拿掉了 只是說 我剛剛很訝異說 既然美國他願意讓他們去做現場檢驗 這個我們國家是不是有一種可能性 日本就容易開放到 他們所去做的檢驗 那因為如果你要用 比方說核英所標準的檢驗 一個只有增檢期 大概 要大概三百萬 三百萬這種檢驗 它非常的重 三五百 然後這個大概是一噸 一噸你怎麼擺過去 所以這個會不會提 所以我們建議就是來設施 日本他們今天也是有管制 他民間老百姓可以用不太簡單的 像NAR 就上次翻船一代去NAR 他檢驗出來 你比方說現在法規 剛剛有提到 那一百四億 一百四億的法規規定的值 白色的那個組織 是他們法規的值 如果你接聽到七八十的時候 你民間檢驗的人就不能執行 你也必須送到像日本有的 TFF類似的國家的幾個機構 用比較機密的 通常他們一般手提示的只是電量 說明說有透明 他的紙一般是不能做參考 做參考要要存在正經期 他比較實際化的紙 才能夠做依據 所以你要說送到日本這些機構 你要double check 以後 你才能發布 你才能由國家來發布這個訊息 那這個 將來台灣國也要適度的開放 台灣國應該也要走這個地方 那我們當然最重要的是 要靠日本自己本國 因為日本應該要把握房子 國民的健康行情 他不可能讓他們去吃這個超標的食品 那剛剛提到那個 第二個問題就提到那個 美國方面 就是 你如果他們 那個 依據美國的這個 99-33這個 來看 他剛剛 剛剛卓博士做了很多分析 那總共加起來 事實上 衛務部有統計 他統計前年 2005年1月 總共是165件items 這麼多只有165件 剛剛如果照卓博士講 他是設計了17萬千件 超過17萬件 只有165件受到管制 就是 我論文怎麼把他扣押下來 是指的只有165個items 那一直到去年7月 剛剛卓博士說他有到去年年 到去年7月他已經降到134件 所以 包括千葉線 比方說千葉線他只有一個item 然後去年6月的時候 就把那個item拿掉 所以千葉線可能又少了一個item 所以他們管制是地年在減少 那我們衛福部 我知道去年講的時候說 所以日本雖然我們管制的只有這五個縣市 但是如果美國管制的 比方說有些其他縣市 一兩個或幾個的話 台灣已經上台是要做管制 台灣plus美國管制的這一些 特殊的item 但是這個item都非常少 一兩百個 不是非常的多的地方 色他是88%的輻射機量 強度 那絲勒是12% 那絲是beta 所以他要做 講尷尬嘛 就是很花工 要搞大概一個禮拜到三個禮拜 那要磨碎 所以在這種過程 這一個是大哥一個小弟 你抓得到攝影師 就一定解釋得到 那你檢驗得到以後 因為在市面上 你這個隨餐品啊 牛奶什麼 Ener 這一些東西 如果到了港口以後 你再用這個 用去檢驗beta這個 一到三個禮拜 那所有的禮拜產品可能都壞掉 所以為什麼國際上 Codex他要求 直接一個社 這是他法律會制定的精神 我想他這個是很合理的 甚至 這個百分之多少 這個top-edge的配合都有 在2014年都有出來 所以說 我想請問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提到我剛剛那個福島 卓博士他是 明明是數據師所用 去年6月跟7月 他流的量 從30萬噸 變成300萬噸 不曉得有沒有資訊說 為什麼他一個月之內 暴增10倍 而且這個量是非常的大 剛剛的編程 為什麼他那個報告會 有沒有特別說明這樣 等一下 你提的問題蠻多的 我稍微回答一下好了 很簡單 就是說 當然這個台灣要怎麼樣做 才能夠 要決定什麼時候 是不是適當 把日本進口的食品 從五個縣變到熱線 變到熱線 這個是一個 台灣老百姓非常關心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問題 除了我剛剛講到 從一個第三者 從外面的人 來看這個問題的看法 當然對於 跟你們在台灣住的人的想法 我想可能只有差距 不過我是覺得 我不曉得日本政府 是怎麼樣質詢 去美國 他們FTA可以到現場去搜 搜取樣片 這個我不知道 他們怎麼樣去 有些共同的管道 怎麼樣讓他們管道的人 這種許可 這個不太清楚 那台灣 如果要去做同樣的事情 有沒有困難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 從地道方線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 可以努力試試看看 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因為你如果對於 現場地道方線的食品的來源 跟它的 輻射的污染 或污染的程度 比較了解的話 你地道方線就比較 沒有那麼重要 地道方線就應該 而且你那個取樣 取樣 如果能夠跟日本政府 達到同意的話 取樣也可以寄回來台灣 不一定要到達到大門 大門 大門 取樣可以寄回來台灣 有些東西可以 很快就可以寄來回大門 幫忙 當然 雙血的話 就比較 要畫比較多時間 聽得出 對於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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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牆的事情 這個我最新的事情 我並沒有很清楚 為什麼 這個 當然 我想這個是 開放複雜的 地下水的問題 如果你地下水 如果你地下水 我不曉得你們對於水 地下水的那個 水壺方面的 了解都不多 這個水的東西 要擋很難擋 非常難擋 這個 因為水通常都是找 最容易流的路線去流 只要你要擋它的話 只要有一點裂縫 它就會往那裂縫走 所以你要擋很難擋 所以為什麼 在Icewall到現在 去年八月 他們一個專家的委員會 評論的結果是 可以大概擋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的 冰的牆都是冰凍的 都是物體 但是有百分之一 這個也是估計的 百分之一的牆 溫度不到 不到冰點 所以比冰點還要高 那你只要有冰點高的話 就是沒有完全的移動 那就就會產生一個裂縫 那裂縫的話 你在那個水的傳輸的時候 只要有一點裂縫 那水很容易從 不可能的裂縫多大 我聽到這個 在這個組織計畫裡面 你們如果有機會去 做草薪計畫的人 你們大概就會了解 就是說我這個裂縫 裂縫 如果有裂縫 即使是彎來彎去的 只要有裂縫 不一樣直線的 只要裂縫 它水就會朝裂縫方向裂縫 所以你要做到非常高的信任度的冰牆 能夠把地下水完全擋住了 很困難 非常困難 那到底地下水的量到底是多少 這個我最近也沒有說 我剛剛只是看了 大家講一下 它地下水的泡的地方 是在靠近海邊 在祖堡電場的 假設這是一個冰牆 原來地下水是這樣流的 沒有冰牆的時候 它這樣流過去 有到海裡邊去 那因為這裡面有一些 高符浙質量的 溶掉的荷蘭廟 裡面有水 所以水 就可能滲透到陛下水去 那你把它擋住的話 它這個還沒有做這個牆之前 他們就開始就 經常把那個 瘦阿布蘭的水把它抽出來 譬如說每天抽幾噸幾百多的水 那它那個報道是說 它那個牆座 就是說冰凍的幾個月以後 去年幾個月以後 它抽的水的量 有減少 但是沒有減少很多 所以表示 表示說地下水還是在流 但是到底有多少是穿過這個冰牆的 就可能估計了 所以 因為地下水不是說只有一條線 很多條線 我這個是切面圖 你如果看平面圖的話 平面圖的話 可能就有很多條線 有可能會游 那游的時候 游出去了 它這個泡的地下水的地方的話 抽地下水的地方的位置 不是只有抽一個地下水的位置 有可能會別的地方 地下水也會出來 所以 它只有減少百分之十左右的水 而且地下水的量 並不代表說 這個減少的部分就是因為這個 當然是希望減少得越少 減少得越多越好 就是說 沖出來的水越少越好 那這還是很多 就是說 因為那邊的地質水溫的話 可能跟台灣比較接近 就地下水很靠近地面 而且量很多 因為旁邊就是山嘛 一山的話 就很容易收集地下水 地下水也往海邊流的話 地下水量非常多 而且離地面不是很遠 我可能沒有發覺答案的問題 不過如果我們有機會 我們可以為後來交代一下 對 還有請 Karen 回去吧 因為在現場可能有媒體朋友 所以我必須要不得不澄清一下 不然有些資訊或誤解出去 會幹嘛 因為剛才這位朋友說 美國政府FDA做了十七萬五千多件檢查 只有五百四十幾任 日本人 是好像被上到九九三十 完全難回事 因為那個原文是說 剛才那個原文 FDA上的原文是說 在會計年度 2001年 美國聯邦政府的會計年度 FDA全年度 找共做十七萬五千多件的各種檢查 那是包括美國國內 還包括三百五十個 可能國際的 所有檢數是十七萬五千檢 不是日本抽樣子 十七萬五千檢查 完全是兩個字 你不要混在一起 十七萬五千檢查 也只有110件 那個比例很低 那個完全是很大關係的 你不知道美國政府做了幾件 日本實地採樣 但是它有140幾個項目 是兩百四 它根據各種判斷說 這142個項目 是不准進到我的國家 但是它有多少次是在日本實地檢測 沒有任何的數據在這個商店 所以你不能說 做十七萬五千檢查 所以只有140 那個完全是跟馬雲一起相關的兩個事情 扯在一起就很小 但它永遠上架的錯誤 對 我剛剛沒有聽清楚 我剛剛說一下 十七萬五 日本剛剛卓博士剛剛講的 是百分之四 如果它是不 不歧視任何一個國家 每個樣品都照這個 進口比例 進口比例 14萬五千乘以百分之四 應該大概七千件 對不對 14乘以七到八千件 七千件主 事實上一樣 可是問題是 DNA說我是按照進口比例來抽查 所以 這兩位還是不能混在一起 你沒有那個原資件 但是南北區 你會接受到有百分之四 你簡報 日本進口食品 在美國進口食品 在百分之四 對對對 進口食品的百分之四 對 那我們說合理不歧視其他國家的狀況 但是那是你的假設 那不是說美國政府說FDA 你近那一年 到底是怎麼去檢視 我講到百分之四的意思 不是說 只有百分之四是有汙染的 也不是 我講的百分之四是說 日本進口到美國的食品非常少 只有佔美國所有進口食品的百分之四而已 大部分是別的國家 尤其是南美進去的 南美進去最多了 因為南美很方便 南美都是不需要跑 這樣用公路運過去的 或是火車運過去的 尤其我 我冬天有一段時間住在亞利桑那 這個亞利桑那 美國是這類好處 我不曉得是好處 也怪處 就說這個 世界貿易開放 就是 ロボタディッシュ 世界貿易開放的話 美國變成四季可以吃到草莓 四季可以吃到藍莓 因為本來我剛到美國的時候 草莓只有夏天吃的 藍莓只有秋天吃的 可是藍麵秋天好 現在冬天也可以吃到草莓 當然有些是室內 室內裡面做的 但是很多 我如果看那個產品產 很多是從南美 從智利過來的 或是莫斯科過來的 那它沒有任何的話 剛好 南半球剛好都沒了 夏天很懂 剛好都這樣了 所以 這樣等於是 這個貿易全種化的好處 就是說 這個 以四季各種不同的水果 那當然就是說 我剛講的四個%是說 美國鏡頭的水平 日本的部分只有十四 非常少 但是它還在管得特別嚴 是因為這輔導的事情 好 謝謝Kevin 我們要講的 不會 那個 為了趕快站出去 又麻煩 好 沒有 說過世 今天聽你這個精采的演講 學習都蠻多的 但是我聽起來就是說 我們台灣對日本 何時的這個 進行態度 或者它的結法上 怎麼樣 好像說 是有一點點明確的一個答案 那我 剛剛從這邊的對話裡面 我覺得是說 從卓國式的講解裡面 好像對美國的那一套制度 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那假如 我們台灣的這些 現在目前的這個座 把美國那一套的座引進來 那我們就照美國那個方法做好 那它已經扣了什麼都幫我們設好 我們也不用再照日本去查 就follow美國來的 那我們就照美國的那個海關的管制方法 這樣是不是呢 非常predictable 就可以趕快就進行了 那這樣子想要能做的話 那我們現在就是第二條 第一個條 就是照美國來的第一條 那第二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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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我們先來做第二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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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icky 那我們就培養了地方的地方的優勢 因為其實這裡也有專業 那地方管制沒有這麼多 你看 那我們就把那個地方管制的 zus 要加強起來 其實台灣現在就不是只有食品安全這一塊 其實環境的跟著那麼好 其實都是地方的管制能力 專業管制不夠 那不夠的話 第三方的監督人 其實他對你政府就給信心 不是只有對你政府就給信心 對你地方就給信心 所以你兩個就把這個能量接力起來 然後再把第三方的監督機制 再加強一下 然後諮詢再透明 這樣可能還營造台灣的這個 謝謝 謝謝 您所長 那以前是合約所所長 我認識林立夫好幾年了 因為我以前還在上班的時候 產家國家實驗室的時候 比較常來台灣 台美會或是 技術轉移 跟台灣幾個研究單位的 的互動很多了 謝謝那個 林杰副所長的一些建議 大家我提了半天講的 為什麼我講美國比較多 因為我道理之亂的 我時間比較長 所以對美國的 而且我在國家實驗室上過班 國家實驗室是能源部的項目在管的 所以說 至少說我要看資料比較快 英文看起來比較快 如果我要去看德文 德國的怎麼做的 或是要看其他國家怎麼做的話 我花的時間更多 第一個 我跟那個語言 看規定網站規定有辦法發揮 第二個的話 我對那個國家的 政府的組織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沒有那個 能力去瞭解其他國家 所以我舉美國這個歷史 主要是這個原因 沒有什麼其他的原因 那我看了一下美國的FPA 覺得這個還滿合理的 到底台灣要不要 是不是應該照美國這樣做 這個我也不願意看 因為我是覺得台灣至少可以參考一下 美國怎麼做的 那台灣不一定要按照美國這樣做 因為台灣的管道說不定 比美國更多了 因為台灣跟日本的互動 也非常的頻繁 民間的互動 政府的互動 這個歷史滿久的 民間的團體的交流非常多 所以怎麼樣去 假設有任何主力 就怎麼樣去克服這種主力 去多了解日本這個食品的安全 怎麼做的 日本的實力的食品的測量 是不是可以 台灣支隊也可以自己去 去那邊 去多了解 不是說 這個 我可能也是看媒體的話 我講的可能不是正確的 美女說 台灣政府去年夏天的時候 有個代表團去日本訪問 訪問回來說一切都安全 到底他代表團去了做些什麼事 我們都不知道了 是不是 他是不是只是一種社交流 社交流 了解日本政府看的簡報 然後聽他們的簡報 了解有問題 Q&A玩以後他們就回來 做一個報告 我覺得日本食安進口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這個 這個我是覺得就是說 做的不夠深入 當然我不知道這個代表團 去了做些什麼事情 我不忍清楚 那我是覺得 台灣要做很深入 比較深入 我覺得機會是蠻多的 因為第一 第一點來說 台灣跟基本距離不遠 第二點 我剛講過 台灣民間政府的互動的交流的 管道非常多 所以怎麼樣去多了解說 我想這也是一個 不是只有一個表面上的政府 雙方的一種了解 我覺得比較深入了解 對於政府要改變這個政策的信心 都比較大 對於民間的這個政策 這個我是非常贊成的 我覺得 不管是地方政府 我去過西北市的那個 經過一次開會 新北市有一個 維吾安全的委員會 有一次他們要求我去聽 發了一下意見 那天剛好是談這個 幹事處理的事情 所以我也提供一下 我的想法 看法 那我問到的時候 就跟那個 裡面有一位委員跟他說 台灣的新北市 這麼關係 這麼有兩個委員長在找 在新北市裡面 為什麼新北市 沒有主動花錢去 想辦法去 去了解這個 輻射安全的問題 在哪裡 怎麼樣去 怎麼樣去 有一個 真正的輻射的 真正的單位 做一個 比較平行的偵測 不管原廠部怎麼做 還能怎麼做 他也可以做 他們自己的測量 不管是環境測量 取樣等等 他們都可以自己做 他要我估計一下 幾乎大家要多少錢 我說隨乎大家 要給他一個數字 結果都沒有嚇我 不曉得是 地方政府認為這個事情 應該由中央來做 還是其實要錢的話 地方政府跟中央要錢 錢的問題的話 我就不想 不太談論 我覺得地方政府 每一個 尤其是西北市 跟平東縣 這兩個縣 目前有這個 和設施 另外就是桃園 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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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有 委員所在那裡 當然還有其他的 例如說 新竹 新竹有 清華大學 有反應堆在那裡 反應堆 對不起 大陸都講反應堆 那邊有反應堆 所以他們 如果正在關心的話 清華大學的反應堆 道理 安保安全 有沒有污染 服飾怎麼樣 這個 每一個縣市 就應該 真的關心的話 應該主動去 花經費去瞭解 我覺得經費來說 並不是很大的一個經費 尤其是西北市 這麼大的一個廚市 我想經費是很大的 每年的預算應該是很大的 你要去 真的要去關心這個問題的話 不是只有被海岸的一些官保 他們也在那邊 幫了新北市講話 應該是新北市主動去瞭解這個問題 將來 這個 幹事處中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 未來也是一個 宗教的問題 新北市 一直不發幹氣景點的指導 所以這個將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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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 浮盛的問題 不是說只有 只有政治的想法的人 來 來 抵抗 應該要主動去了解 主動去了解 地方政府如果多主動去了解的話 他跟地方的民眾 共同的話 就比中央政府去共同容易一點 那如果民間能夠在 當然民間又是下一步 民間的話 主要是民間的 NGO就會不夠 台灣的民間NGO 他要去除非一個大的食品的財團 他願意去花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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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偵測這個食品安全 像這個 白色食品公司 他願意花錢到標榜樓這個食品是 安全的 不是救護車的地方 包括這個 或者什麼 保護機等等 標榜樓的食品是 是安全的 這種文化當然也是很好的 雖然他可以把這個價錢賣歸一點 不過我想 如果他 達到這個 民眾 這個問題 食安問題 這麼不關心的話 他如果願意去投資這個東西的話 我想 對於台灣整個這個食安的問題 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啦 我想我花一點時間 把我昨天 前天 前天的一些改想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快的話 我因為 已經四點了 我剛剛已經幫他 到了很多時間 不過 我 我昨天 前天 你剛才去核耳廠 參觀那個 剛剛 開 開 開小之前 我稍微提一下 不過 我 我把他們的簡報 給你們大概看一下 如果現在的核電 這個是原文會晚上的消息 現在的核電站 台灣的核電站的情況是這樣的 這個是今天早上七點半 今天我們網路要講 就是核一廠一號機大修 二號機在發電 那核三廠一號機 二號機都在發電 那核三 核二廠一號機大修 二號機大修 那我去參觀的 去參觀的 主要是看這個 核二廠一號機 一號機 當然有二號機 二號機的問題 他們也給我稍微說明一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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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關鍵的問題 什麼 關鍵問題是 那個大修時候 因為我 我來之前 我聽到消息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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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地方放 我就不曉了 台電 到底怎麼放 大修的時候 怎麼 怎麼把這個 那個 藍料 用來從那個 反應 反應 裡面拿出來 因為大修的時候 通常是要把 藍料拿出來 因為有些 有些東西 有些事情 你拿出來 放在水裡面的話 就比較安全 浮測器要少很多 是不是 那我就 想要知道 他怎麼樣 放這個 用作核藍料 另外我已經看了 那個 因為我對 這個文化圖 也有相當 相當的不同的看法 我可能在報紙上 可能有寫過文章 那這個 這個是他們給我的簡報 我要跟他 要這個 電子 我已經沒有拿到 所以我就 把他 星期五前面給我的 簡報 拍了其他照片 放在我的 那這個 這個 裡面 這個 中間不是很清楚 他主要是 主要是說 這個 佛樂廠 他要用這個 互相 要用一個互相 來裝載 這個裝載池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水池 叫做互相裝載池 要來 改裝以後 裝這個 用過 暫時用這個 裝這個 用過核藍料 這樣的話 他就可以把這個 推出來 那如果說 大修完以後 他運轉的話 那這個 這個裝載池的 大修 可以讓這個 核藝廠 核藥廠的 一號金 二號金 至少可以再運轉 一次 一個cycle 就在退役之間 那這個 這個 他們給我的辦法 就是說 因為運動燃料池已經滿了 所以他運動計畫 就是 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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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境外再處理等等 天空沒有過到突破 所以這個 兩部機組 無法再天空 分別在去年跟今年 面臨這個提點 停機密轉 所以他們的 在去年 前年就已經開始 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了 那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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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灣 第二大 七宅 那 那個 然後 我講 主要講這個 這個 這個 不相似的地方 互相共感出 他是用龍門的圖庫裡面的燃料的格架 龍門實在沒有運轉 如果他已經買了燃料池的格架 就可以放用龍門燃料樹的架子 他把燃料的格架要從龍門裡面拿出來 放在故鄉宗派樹裡面來使用 主要想要是這樣的 如果這樣的話 他可以增加多了440個主廚的格子 每一個格子可以放一樹 所以可以放440樹的燃料樹 所以他就可以提供兩次大宣 用的燃料樹都在 從未來假設開始運轉以後 還可以再運轉兩次 兩個大宣 那位置在哪裡呢 我有進去看 我們在那個 李瑞珠小姐她也去了 她也跟我去了 還有方姐她跟我去了 那我們站在這個 這個是水池 用過燃料的燃料池 它的廠房 我們站在這個 也沒有很遠 因為這邊 因為水池 雖然說裡面 燃料池裡面的 有用過燃料池嗎 燃料池 但是它水很深 所以站在這個邊上的話 沒有什麼輻射機量 幾乎是沒有 我們都有帶這個輻射機量 出來的都簡單 都自明的 那它這個 裝載石是在這裡 這個是燃料池 燃料池 就是用過的 以前用過的 核燃料 用過的燃料 放在裡面 那這個原來做什麼用 這個裝載石 就在做什麼用 就是說 我這個燃料 用過的燃料 放在裡面 放一段時間以後 假設要放到乾脆水池的話 我要先把它釣出來 釣在這個裝載石裡面 放在一個 傳送的一個 一個桶子 一個暫時傳載的桶子 然後 然後 水弄就要弄乾以後 再拿到另外一個桶子去 把它裝在乾脆水 的基礎罐子裡面 然後 還做一些複雜手續 全力弄乾 不然害氣 然後把它焊接起來 蓋子焊接起來 這樣 把它放在乾脆水 所以它主要用途 是一個叫做裝載石用 就是說暫時用的 不是說讓你放這個 用的燃料 複雜的地方 如果它現在要修改 修改的話 就要把這個燃料 把這個 隔架 從那個 燃料 從那個 燃料拿出來 放到這裡去 然後就可以放了 440素的燃料 燃料 複雜 這個 這個 這個是 它的深度 等等 過渡 都是用過的燃料 一般 一樣 我剛剛也講過這個 比如說 它的位置 就是這個 你們剛剛有看到嗎 這個是用過的 平衡石 旁邊 這個 平衡沒有在使用的時候 是乾的 並沒有使用 它只有在用 要裝這個 裝載這個 要放這個乾水煮的時候 它會灌水 它現在 要用的時候 它又灌水了 然後把這個 隔架把它放在裡面去 440個 可以放在那個燃料樹 它現在是 每一部機 可以都拿440素的 有任何人 現在 現在當然是還沒有在做 目前還沒有進行 還沒有外移 之外 都沒有乾水煮煮 那 它 說明說是 每個有七個核電堂 有改裝的實際 就是說 不是 不是沒有 沒有核電堂 都沒有做過 不是 台電是第一個做的 用七個 就可以 美國有七個 可能其他國家也有 那 我不知道 不過台電是說 他們有看到 看到資料 我們美國有七個 做過這種 英文叫做 expansion spent fuel storage food expansion 它有做改裝的訊息 技術成熟 他們認為說 美國的核能管制委員會 都要審 他們的安全分析 他們的安全分析 現在的結果都是沒有問題 台電現在有請各種不同的官家 做各種不同的分析 那 當然現在 現在還是 還是在園能會裡面審查 去年8月送到園能會審查 園能會 討論不到幾次了 我還沒有去園能會 所以我不曉得現在 請問怎麼樣 好 我現在的 我昨天去的時候 看過這個 當然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我 我有問他們說 到底是哪一個 美國哪一個核電廠 是做過這個七個局 給他們 舉個歷史給我 然後他也給我一個歷史 但是我還沒有時間去看 到底是 看那個 美國NRC的 因為這種改變的時候 你要做一個安全分析 安全分析 那個 美國NRC 核能管制委員會 看完安全分析的 申請報告以後 他們自己還要再做一個安全分析 那叫Safe Evaluation Board HGO 他是告訴我是在 Krindon 美國的Krindon 一個Evaluation 做的這個 那 我 那 禮拜五 他是 我還沒有時間看 不過我又想到一個問題 我那邊 禮拜五我先問他們 就是說 他這個 這個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就我了解 這種情況的使用 用這個裝載石 說 美國假設有這種情況的話 是暫時 就是說 我 因為水池滿了 那 我現在要打秋 那 暫時沒有地方緩 我就 用這個裝載石 暫時來幫一下 那 美國 因為美國 核電站都用幹事組成 室外 所以 他就 一段時間以後 他把裡面 水池裡面 不是這個裝載石 水池裡面 比較舊的 放比較久的 溫度比較低的 拿出來 放在幹事組 就有位置 就把這個 裝載石裡面 暫時放個 燃料素 放到那個 水池裡面去 所以 我據我了解 我想 這個 美國這個核電廠 這個擺裝的時機 我了解 可能是 都暫時 暫時 暫時 它是多久呢 在裡面放多久 是一個大修的 Cycle 還是怎麼樣 我來去玩一個時間去看 那 台電的想法怎麼樣 我不曉得 我竟然沒有問他們 台電是 這個 用了以後 這個中載石 因為台灣 台灣現在的幹事組 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 到底是 室外的呢 還是室內的呢 室外的話 現在 西北市還沒有批准 是吧 所以室外的話 就行不通 台北又考慮室內 室內 還沒有 還沒有地方放 所以 是不是有可能 這個 暫時這個 裝載石 有可能是不是 要放一陣子 就時間不是一個門期 如果是放的時間比較長 那這個問題 是不是不一樣的問題 會不會有可能出現 這我都不來去做 那當然 我明天去回 雲南會的時候 可能 有可能 有機會 跟他們交換一下 這些問題 好 那我們講一下這個 恆化如 因為那天也去看 恆化如 這恆化如的問題 其實 我大概已經慣心了一年多了 過了一兩年了 但我原來的想法就是說 我認為台灣的 台灣不應該使用鋪耗爐 應該使用鋪耗爐來燒 那個地鐵核飛料 就是說 因為你燒這個地鐵核飛料 當然它有各種不同的 那個 廚物啊 把那個 那個 放鎖性 減少到幾乎是沒有 然後排出去 等等 這個當然是 他們在檢報的時候都給我看 那我 我就沒有 沒有 沒有把他們 撿爆的東西 通往告訴我 沒有告訴你們 我只有 我只有 把最後一個結論 他們寫的結論就是 通往如出迷 地鐵核飛料 可能是 按照歐美先進國家的 普遍性的做法 層層玻璃洗腰 遠低於 行政 實力管制大會 就是 委員會的建築體 對於環境沒有做的 有困難 那我跟他們 我給他們的 我給他們的 我們這個 我禮拜五一相關完以後 我們就回到一個會議 聽到跟他們 有一段時間交代 我的想法是認為說 這個 第一點 第一點就是說 他 有提到 美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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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 美國 有在使用 那個 文化文化 那 我在 在那一開會的時候 過餐會的時候 我問他們說 到底是哪一個 那 他給我一個名字 那個名字 那個 那個不是核練長 他是一個 廢掉的 那個 廢掉的 那個 處理中心 那 他說 有 有 拿到執照 拿到 竹群 美國 核能管制 文化文化 有五十幾個 核電廠 有拿到竹群 但是我問哪一個 核電廠 有 達到執照 並不一定 他們有在運用 運用 然後執照 不一定說 有在使用 就像你有 駕駛知道 但是你並不應該開去 那 為什麼 我看到的消息是 為什麼 有一個 有一篇文章就是說 為什麼 美國核電廠 文化爐 以前有用 為什麼 越來越來越少 現在幾乎是沒有 這個報告是大概 很多十年前的報告 十多月左右 那個報告 它被認為是 因為美國環保署的要求 美國環保署排氣的要求 使得這個 核電廠認為 這個燒這個低線核廢料的費用 要達到排氣的 這個 整個 其他的 廢料的處理 廢料非常非常高 它絕對划不來 而且美國現在已經有 這個 對低線核廢料的 追蹤組織廠 在運轉 所以它認為 當然是 那個 美國電力公司都私人 他們一算一算 覺得 直接追蹤組織就好 為什麼還要再燒呢 當然是 它的體積 它可以壓 壓得到體積減少 當然 你用佛化爐的話 體積減少更多 是吧 就是 可以 比如說 原來是 一百種 可能變成十種 用燒的 你壓到到 可能一百種 變成二十種 二十種而已 但是他們 算一算 還是覺得 追蹤組織比較高 它要達到環保署的要求 的話 那就 非要讓你到 所以他們就不做了 他們就不使用這個 環化爐 另外 我跟他們談話當中的問題 就是說 這個環化爐的排氣 不是只有方式性能 有可能有其他化學的 這個環化爐 談到台灣的環保署 跟人民會的管制 都是分開的 到底核電站的排氣 要怎麼樣達到台灣環保署的 那個 這個 這個 有害的化學 化學部的要求 這個一塊 他們 他們也沒有辦法 因為台灣是 他們認為核電站 現在就只要達到 圓文會的要求 這樣子就不會 所以這個是一個 比較基本的 台灣管制單位的問題 怎麼樣解決的問題 就是台灣環保署跟 台灣環保署跟圓文會的 責任 對於核電的管理 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另外 除了癌氣以外 這個廢氣 廢料 就是說 你的灰藥等等 那將來也有可能 灰裡面也是有一些 除了方式性能物以外 有一些有可能是 有害的化學部份 假設有一些 除了管制 新人群 就是說 有可能會產生 癌症的一些 化學的 有害的 那怎麼樣去管制呢 那這個又牽得到 圓文會跟環保署 跟那個 法會的問題 那現在目前來說的話 台灣環保署 只要是有和樂 有關係的話 他們就不管 就全部就圓 全部就圓 圓文會裡面的人員 對於這個 化學有害物理的了解 並沒有環保署 那麼清楚 所以他們有辦法 是不是有辦法 定這個法規呢 就有辦法清楚 好了 那我想這個 這個 我禮拜五的訪問 大概就講到這裡 很短的 那還有其他議題 說最近有一個議題 是 因為我也去蘭嶼參觀 是不是 所以這個新聞 前天出來 前天大前天出來 這個新聞 這個台電 提到圓文會 的新聞是 那個 蘭嶼 第一些 核廢料 當初的 這兩回 這一回事 跟台灣第一些核廢料 中期集中主持 這兩回事要分開 圓文會 這兩回事分開 蘭嶼 他要求 要求台電在 台電裡面好像是這樣寫 九年完成 五年的時間規劃 場地的規劃 選場子 跟船運的準備 四年時間要完成 總共九年時間 這是新聞的報導 大概幾天前 那機械核廢料 集中主持法 的想法 是未來八年的完工 其用 選場子 主力取用 上面說是三年 這個 這個 就挑戰性很大 是不是 根據台灣的過去的經驗 要三年能夠選到場子 能夠解決這個土地取漏 這些問題 怎麼樣跟地方政府 或者民間怎麼樣去 好 我常常有溝通 對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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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講很好講 農真的要做的 不是那麼農 怎麼樣能夠在三年之內 能夠達到這個 這個 八年都能夠 能夠 做沙子調 然後 蓋起來 開始 開始使用這個 我想 常常性非常非常大 哪一天 那一位都會 或是經濟路由 都會辦法 做得到一間 就看看 在未來幾年的情況 是怎麼樣 好吧 我就講到這裡 就是 後面就有點 有點 隨便談談其他的問題 原來沒有什麼 其他的問題 你們覺得 你們比較關心的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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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 這個 其他方面 美國啦 或是怎麼樣 對美國 美國現在總統 政黨人力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不是 每天都有新聞 美國這個 川普總統的 作風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好的 周小舟 那邊請教一下 我不曉得你了不了解 現在 美國核電廠 對附近居民的回饋 或補償 或者 在核廢儲存廠 像 地階的儲存廠 那對附近居民 到底是採取一種 所謂 建設金給地方去建設地方呢 還是說 直接去補償居民 是不是在美國 就是說 了解 這方面 這個我一點都不知道 因為 我對這個 當然這個是我個人的 無知 委推這個補償啊等等 因為美國跟台灣 情況完全不一樣 美國這個是 這個 追蹤處理長也是私人的 他 他 他有辦法 他有一塊地 或是他地不夠大的話 你買地 買到地以後 他 做一些場子調查 做一些規劃 申請指導 當然他還要跟周振虎 因為周振虎 是一個 每一個周都有一個 也是像一個環保局一樣的方式 他要先跟周振虎申請 跟他們講 我要在這邊蓋一個 最終處理長 周振虎同意了 是 同意他在跟那個 聯邦 那個AERA去申請 是 所以這個 到底是不是有這個 違規啊 補償啊等等 這我不太清楚 因為他這個地 是那個公司的 對周圍的 村莊 像他們怎麼樣去 去溝通 怎麼樣去 或是核電站也是一樣 怎麼樣去跟外面的溝通 因為核電站也是私人公司 所以他只要能夠拿到執照 拿到執照的過程的話 就會有證益了 會開那個 類似公聽會 公聽會的話 當地的軍有反對的話 就去 在會裡面表達反對 但是美國是一個 守法國家 你反對的話 你反對 所以OK 那在NRC如果裁判 這個 遲到還是要發的 他發了 那如果這個 反對團體 地方團體 反對的話 他要告這個 告那個 美國 管制委員會 或是告這個 電力公司 告法院群 他由法官來裁判 法官裁判 決定完以後 如果是 反對團體輸了 他就沒辦法 他可以再告 從地方老人 告到 州政府的方便 告到最高老人 那可以的 但是如果說 你覺得 你有贏的這個機會 你可以去告上去 不過通常這個 美國是一個 守法國人 所以他有一個 法律的管道 可以去 去尋求這個 解決的方法 他不是 不是完全靠這個 回饋的方法 所以跟台灣的 社會情況很不一樣 所以我不曉得 是不是 他們在 申請指導之前 開始要 想要蓋這個 追蹤組織廠 之前 是不是 已經有跟 地方的 有什麼 在溝通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 協議啊 補償啊等等 會對 這我不太清楚 好的 請你 好 那個 謝謝那個 想請問一下 就是 剛剛老師在講 FDA管制的時候 有一部分沒有提到 請確認一下 就是FDA的食品管制 他怎麼樣來判斷是 禁止進口 他也是採用 100倍特幣 他並沒有採用100倍特幣 他並沒有講 這個我就不在做 這我就覺得 對 就是說 他那個 你去他網站 他有一個 美國國內的食品的管制 比如說 假設美國食品受到污染 比如說 核電發生意外 或是什麼 這樣設施 然後污染到食品 他有管制 他有一個 一個 到某一個程度的話 假設因為核災和關係 他的食品 他是用 他有一個 輻射劑量的 來管制 但是他在 進口食品的 輻射劑量管制 並沒有引用那個 美國是 還是用Hodex 他用以前的 他標準是以前的 我是說 他並沒有用那個管 來定哪一個食品 不讓他進口 從從之本 他並沒有用那個 你還是不能超過 對 我是說 他有講Codex 但是 實際上 他在 在決定哪一個食品 不進來的時候 我讀他們報告的感覺 並沒有完全按照 不說 我去取樣測量以後 他如果超過多少劑量 用Codex方法去計算 我就不讓他進來 他並不是這樣做的 那到底是 用什麼樣的 劑量來決定說 這個食品 不管是野菇 或是野豬 或是其他海產 蔬菜等等 他到底是用哪一個標準 來決定說 這個食品 從這個線 不准進來 他這個 99.33 並沒有講清楚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 台灣如果真的要去多了解 美國到底是怎麼做的 可能就要花點時間 不是說只有看網站 就看不到 可能要透過 譬如說北美辦事處 去透過政府管道去 去跟FDA 去比較 花點時間去了解他們怎麼做 到底怎麼決定 好 好 好 我是哥哥再回到哪一個 哪一個 就是說 現在 這兩個方案 依你的經驗 你的看法 認為說 搬回 合一合二合 跟合一合二合 比較方線比較簡單 還是說 去找一個儲存檔 再來儲存 不過現在我了解 這兩個是分開的 對對對 哪一個比較可 或者兩個多不可 我是覺得 我覺得第一 我覺得第一步應該是 藍語這個應該是 就 東西從哪裡來 就回到哪裡 這個地方 這是很合理的 很合理的齁 這個 我們一般人 大家都想 這東西從哪裡來 我就送回去元南的地方 就好 就從這個常理來說的話 可是 問題就是 這裡面也有 這有很多醫院的 那當然 對啦 那要送給醫院 對啦 醫院的飛跡原來是放在 合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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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存在合一所 原來是從合一所去 不從醫院去 醫院去的 台灣其他的 除了核電廠以外 其他的TJL飛跡 都暫時放在合一所所 然後從那邊 送到藍語去 原來是這樣 所以 合一所有一個 這個儲存 室內的 我具有了解 是不是室內 室內的儲存場 那到底 它的 capacity 做到 做得不太清楚 就是說 我們的 一般的人 講法就是 你從一來 就回去哪裡就好 很簡單 當然想是很容易 要做的話 就 地方的正義問題 又會出現 然後就會出現 但是我是覺得 聽一些合一跳的 戰術儲存 問題更不是很大的 你蓋室內的話 你如果去藍語 你如果去看那個 檢診的資料的話 你就覺得這個 藍語的 雖然現在做得比較好 不過到底還是 有點事外的感覺 因為它那個嘴氣 還是會慢慢滲透進去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室內跟室外 還是不一樣 對吧 所以你如果 放在室內的話 你如果去參觀一下 那個 臺電的 室內組裝 非常好 完全自動化的 非常乾淨 而且它就是 保持濕度的 所以這個 你保持濕度的話 就不容易腐蝕 所以我並沒有很擔心 室內的乾燥組織 低潔的 並不能擔心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比較好的方法 當然要做的話 也是要克服地方的 一些正義問題 那臺灣這個 一碰到正義馬上 就要要錢 但這我不能講 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錢 這個當然就是 它要補償啊 等等 那這個當然是 政府要去想辦法去 去克服這些問題 但是你如果說 從這個 嘗試來說 從哪裡來 就從哪裡去 這個東西 原來就在那裡 並沒有說 從哪裡 搬到那裡去 只是有一段時間 從你那個地方 搬到哪裡去 現在又回到那裡去 那 我想 這個地方如果 地方如果 有真理的時候 我不知道用這個方法 在那邊說明 它願不願意接受 這我不知道 對 教我們一個問題 來 既然他已經到來 那如果說 啊 這 修建 然後 放到 小籃 就是說 哪裏下面還有一個小籃 對 那你認為這個可行 我 這個是無人島 對 這個 對於無人島 這個 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是覺得 無人島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很大的問題 除了這個 這個什麼 自然生物保 我再拿 一些設備的 一些基本問題 你都蓋無人島的話 你這個 港口 還有這個 這個電 你是要蓋市外 還是蓋室內的 這是一個問題 你要蓋室內的話 你要 要多少資源 你要 要運等等 還有 運的 這個都是一個 很多問題出現 還有這個 這個自然環境的保護問題 這個 我是個人是覺得 按照現場目前台電跟原來會的現在想法 對 搬回原來的產地是我覺得是最好的方法 從他哪裡來就回去那裡 對 對不起 我想再請教我一個問題 因為像我們那個核一核二的幹事 美男士就是說核准他的執照要給他40年 那後來經過我們爭取之後 他就把他 比照我們美國 他美國第一次都是給20年 在延長執照 對 那美國的時候 他過去美國在做的時候 就是 他 打開來看 看裡面有沒有整個 然後 拿到那個 那個 阿特寺裡面去 去看他有沒有什麼損害等等 那 後來也 也同意就是說 我們核一的幹事 就是說 從40年降到10年 但是我們要求給照美國 就是20年之後 打開來看 然後看 難道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損害 然後再繼續聯繫給他執照 可是原委會目前給的答案就是說 要看當時的狀況再來決定 你覺得這樣做 好嗎 現在台灣還沒有決定 是不是這樣 台灣是不是目前的想法是室內 就是說 我們不管室內或什麼 就是執照先給 原來是給他40年 那 現在就是同意要第一次給執照給20年 那20年之後再延長 現在台灣 我們講台灣就是 是不是夠不夠 不來清楚 就是只有合約左右 就是合約左右 就是合約左右吧 請那個 剛剛那個 李哲宏提示一下 就是說 他要增加那個 monitor 的 frequency 那在專業上 應該是說 你對哪些 所以呢 因為這就是 蠻大的理論 如果沒有 他當時給你執照40年 他是應該是在 comfort的情形 他同意你 那你現在說要變成10年 或者20年 或者30年 40年 他有一個 basis 還有一個基礎 那這個基礎就是說呢 你要來看 你發什麼東西 那你說呢 說不定不剩20年 還是每10年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來自治療律 是10年次 所以你一定要先講出 你是對什麼理由 反射 那你的基礎是什麼 我們要增加這個 monicum 對 那我們再要求長有 到底 不然你這個所有要 你點個數字 那這個只是說 你是檢測的 但是在專業上來講 他可能是不是不需要 但是從經濟上來講 他是一定增加成本 因為我們的要求就是 比照每個 就是說 第一次鐵執照 我就就給20年了 然後美國就是 過去就是說 到20... 就是到十幾年 從他打開來看 那裡面沒有問題 在原廠他整照 那我們只是要求原農會 照這種方式 但是原農會只同意說 原來要給他的 40年執照 現在叫20年 但是到時候要不要打開 要4525 那個時候的檢查 還要給他的狀況再說 我們是說 給答案說 我們就是比照美國 教師我們一定要打開開 這個... 你如果看那個歷史 美國為什麼剛開始的時候 就要20年了 為什麼... 90年代出的時候 他把這個蓋子打開 然後拿到那個 國大實驗室的肉絲去檢查 結果覺得非常好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任何意義 沒有什麼怪 結果都把20年 連到事情 那這個... 這個... 這個有幾個問題在這裡 第一個就是說 他那個時候早期的 放進去了美國 第一個幹事儲存是 1980年 我還不太記得是哪一年 那... 那個時候的... 那個... 用過核燃料都是... 比較低的... 那個... 這個... 這個... 那個時候的... 核電站的... 用的那個... 那個濃縮度 這核燃料 剛剛放進去的... 管液爐裡面的濃縮度 大概只有百分之三點多 那... 那... 後來到了... 到了八年代... 九年代以後 這個... 核電站的... 核燃料都... 這個濃縮度 又二三五濃縮度 比增加到百分之四點多 所以他的... 他那個... 大秋期的時間 可以從... 原來的十二個月 更加十八個月 或是更長 更加二十幾個月 那這樣的話 這個... 當然這個... 核電站就是這樣 他是一個... 一個... 基礎的發電機 他如果繼續發電的話 沒有大秋的話 就... 電力工資賺錢 所以他當然很高興 如果... 他經過安全分析 你要增加這個... 這個細節的時間的話 你要經過安全分析 那當然他有申請 身體安全分析的... 一些的執照和修改 那美國... 那個... 人民法國人會批准 所以這個世界潮流之下 就變成... 從三點... 三左右 可能說 變到四點多 現在台灣也是啦 臺灣也都得到一些 八明輪到 不知道哪一年開始就輪到十個月 所以現在 臺灣現在大壽的時間 就是18個月以上 現在問題是說 那個時候的開箱檢查的時間比較短 溫度裡面很高 覺得那個時間比較短 溫度比較低 因為你在反應爐裡面 稍微時間越長 溫度越高 溫度越高的話 一些材料的問題 有可能就比較複雜了 這個問題現在目前是美國 能源部還有APP 短期的問題 能源部、NRC、APP 他們在幾年前出一個計畫報告 怎麼樣去研究 怎麼樣去瞭解這個 就時間這麼長 因為美國的甘孜族 可能是超過60年 因為這個 當然在Yager Mountain 有沒有再回來 這個另外的問題 不過如果說 Yager Mountain 不管有沒有回來 美國的甘孜族的時間 可能會超過60年 那超過60年的話 你這個時間從 那個數據時間很短 那個放在甘孜裡面打開了 在裡面的時間 大概只有10年左右吧 11年、12年左右 沒有很長 他就打開了 打開就實際簡單 那你現在從3點3 提高到 濃縮到4點多 這是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另外就是說 你這個 就是你的時間長了 在乳井裡面的時間 問題也高了 他變得你的儲存的時間也長了 從10幾年到50年、60年甚至更多 那這個材料會不會有問題 你這個金屬罐子的蜂蜜性 會不會有問題 在這個環境 因為美國都是試外 美國都是試外 你這個材料的蜂蜜性 是不是會有問題 所以這些問題 都是現在大家研究的經驗 那可能不是在幾年 現在就可以達到什麼答案了 他們現在也要做實驗了 那有一個他們有幾個 幾個箱子 要指援比較長實驗 就打開來看 所以就要了解這些問題 我對這個也是補充 因為我希望在南疆住了10幾年 然後我了解到我去過的地方 美國大陸基本上 大一部分在這邊帶系統 然後像西蘭部的話 是大陸行系統 但是非常嚴格 沒錯 但是很乾燥 非常乾燥 不下雨的地方 台灣是很敢熱帶開到水晴 在氣候上的差異 就可能對於我們所有的材質 會有非常不一樣的作用力 然後第二的是說 比如說我要到核燕鎖 他們去做幹事檢驗的話 我必須要從 大家看看 那個路途來回一百多公里 你是要怎麼變 那是不是會增加更多的風險 那你這樣說對嗎 還是說我必須要增加 好 如果我是在黑場 你就要在黑場蓋的熱飾 對 就地檢查 搞不好就在反應裡面蓋熱飾 你不要移出場區 這樣把你所有的風險 減到最熟 那可是這樣的總成本 就是黑一黑二三都要一個 然後你隨意增加 那你總成本是不是 就是你你想從哪邊來運賣哪邊去 是不是還是划算 或者是是不是風險有提高 還是你現在就乾脆通假決心 徹底的把所有的條件減到好 就弄個集中式 一戰到底這樣 就在那邊 那你那個總成本其實是 可以精密敷散的出來 因為你把所有因素 加進去社會什麼的 健康環境等等 然後選擇最低的 可是現在就我覺得我們台灣 談了老半天 但是基本上 我有沒有那個弟子 我弟弟還有竟然是適合 不要說中期 中期可能70年到100多年 我就說要考慮到一兩千年 可能上萬年 那我們整個台灣現在的學校 你說最終組織啊 類似 就是因為我中期組織只是一個中期嘛 我可能說100年然後再來吵一次 那就完全無責任 我現在要做 我們這一代人組已經發生在我們這邊手上 我除了要硬起 就是先把幾十年安全弄好以外 我一定要怎麼行 就開始要去作證 說那我們怎麼對 因為這是在我車上 我可能說丟個100年後 我們自己想要分辨 就這樣 我們都太負責任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 起碼要開始想說 那solution是什麼 pastful solution 那我們把自己 就是你經過很集體的智慧 弄到最好的程度 把所有風險降到最低的那個交換去 搞不好不是在我們這一代可以解決 但是我起碼把垃圾 不要讓它去污染到更多的造成 那一個就是技術上 經濟上 社會上 或政治上 都很複雜的問題吧 那 那 那 沒錯 對 那如果我們現在開始去想這個 最艱難的問題 我永遠就是20年後 我把中期 中期 中期解心解決了 所以40年後才碰到這個問題 那永遠這個問題 會再永遠長 等了搞不好 中期他沒有完 他真正的高階段 然後結果最大的問題 就爆發出來 結果在 有可能 所以 那我是覺得最基本的就是 994 各種科學的地址 或者是台灣人氣候 或者是社會上的溝通 從這個點 就碰0 開始就要開始做 不是說現在 我先 先把短期的 二十年的 先把它混入去 完全不一樣的 同時就進行 因為我知道說 你碰那個人是真正 真正讓台灣 做立不安的東西 不是說 30年後才發生 就是 每一個時刻 都是 你去碰他 他就可能是 所以 美國來講 美國現在 也是 有一個 私人的公司 在德州的 新南邊 WCS 申請那個 公理指導料 去到 美國 東北安廟的 極東的 組織床 指導力 上上去 他也是 受到德州的 州政府的支持 所以 他們那個 原來是一個 第一屆核廟的 追蹤土市場 過去兩三年 因為 Werb出了問題 超越核廟 沒辦法送到 Werb 能源部就跟他們 租了 物價美容前 暫時 除淡案 超越核廟 但是繼續出來 從那個 美國能源部的設施 繼續送出來 因為他已經跟 州政府 跟州政府 沒有辦法送 所以暫時 跟他 在德州 那個 VCS 跟他進入 這個 場面很大的 所以他現在 除了那個以外 他還要在 生存的 這個 這個如果通過的話 他這個 美國那個 高階 跟用戶不然沒有 最終組織的計畫 就有個 暫時有個出入 那個也是 剛在那裡 那個地方的氣候 也是蠻適合 是蠻單角的 所以那個以外的話 如果有這個 直到 NRC 這個檢查 通過的話 這個 這個 Yakama 或是未來 美國的 其中組織的計畫 就沒有那麼急 暫時可以到 暫時終極組織 那台灣的話 當然台灣 那個 終極組織 都可以不會 二十幾萬年 到底要怎麼樣 怎麼樣 我們今天在 沒有時間 最後一個問題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 已經超過很久了 然後 其實台灣現在的 這個 噴嚏計畫 真正的 那個 位置的問題 就是最終組織 長子 會決定 你假如最終組織 長子 決定的一段 那其他的成本 可能 你們知道 剛剛這位先生講的 他就發覺 其實你只要選擇 長子 所有的工程 的cost 應該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 那怎麼樣去決定那個長子 現在在台灣呢 其實是一個 嚴重的政治問題 因為大家都不要放在 所有的政治問題 所有的政治問題都不要 那你都不要的話 大家都跟你們決定的時候 那就送國外 那國外其實也是非常不可能 所以呢 就選在那裡 那我們這一代呢 慢慢老去 那我們就丟下一代 那我們現在又是非核 非核的意思是什麼 核能的project 就沒有在進展 所以這東西會越丟越難 所以現在最重要 我們這一代的政治 應該是要重新協定 趕快把他們的賽 決定 那怎麼決定呢 第一個 這個是科技舞 選賽的是科技舞 所以應該是參考 法國的經驗 法國的經驗呢 他是先把地址學家 先選 能當作最終組織長子的目前 只有四個 那我們台灣可能有兩種 那你就在台灣的這個地址裡面 去先決定那個地址的線 你就不能講說 我要幹什麼幹什麼 我不能給你來做 放放核廢量 那有了這個地址以後 然後再出幾個團隊去評估 怎麼樣做呢 對整個國家來發展 最具成本效益 那他們受的這個損失呢 或者他們的貢獻 我們有合理的穩虧 那這樣大家講說 能講話的話 那決定的賽子以後 那不管呢 就是藍油不要再運回來 桃園再運到那裡去 你之後呢 從他們就直接運到 那個最終組織的賽子 那就做一個中間的中 中級組織 然後再慢慢去發展 那個最終組織 那這對國家呢 所有的這個資源 跟人力 來講應該是最好的處理 就是講 那個低階的 沒有 中級 第一中高 第一中高重 放一起 不是 你能放高階的人 一定能放中間 對 好 這我原來就有 報告 還有實在 很簡單的兩題 就是說 最近 義大利給大家 結果說 他在 九零年代的時候 前提的 在 合退料 在台灣附近海裡 沈船 那我要問 找沈船比較簡單 還是找合退料 哈哈 我想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都 第一 我想如果說 那個船 這個當然是 現在目前還沒有完全正式 很多 speculation 就是說 你這個船 如果上面都是 合飛料桶的話 那個桶的 我們都知道 那個桶 一般的話 都是碳缸嘛 比較好的話 杜欣的 不管你杜欣 碳缸 碳缸大概是 在台水裡面 大概 我不曉得幾年 大概就 就很難了 碳缸可能稍微久一點 但是也沒有很久 在台水裡面 這邊如果有材料 大概可以知道 你可以看一下 你去那個蘭嶼 看那個 他們重新裝成那個 那個紀錄也知道 以前都是用碳缸 各種不同腐蝕的動畫 重整的時候 一二三四類 第四類就是 幾乎 桶子都完美 都有去腐爛 裡面的東西都已經散掉 那個時候 已經是水明物化了 都散掉 所以他沒辦法 他必須要重新收完以後 再去重新裝整 再放在一個 杜欣裡面 就說你那個 好 假設說 他那個船 裡面上面是 有滴接回飛要 桶子在裡面 掉在水裡面的話 不過大概幾年 大概十年之內 大概都已經 已經都稀釋了 所以要找的話 可能比較容易找到 大概是船 船至少它的Skeleton都還在 那個比較厚的那個 鋼啊 多年沒有的 比如說通常我們 去找什麼寶物啊 那個船在下面 尤其比較深的地方 比較久的地方 Skeleton都還在 但是裡面的東西 我想基礎的東西 大概都有可能 所以很可能啦 如果是 飛要桶幾年前 二、三、二、四幾年前 如果飛要桶在裡面 真的是存下去的話 我想找不到飛要桶 我覺得找不到 那真的還很難嗎 海水這麼大 跑來跑去啊 等一下 我家怎麼做這樣 最後一個問題 還有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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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報告出來 會對最終組織 有一個 就是說要做一個 徹底的執行 剛剛那個 何止燃料最終組織技術可詳細評估報告 我為什麼要對林先生那邊講 因為合約所是負責這個報告的 技術安全評估 那個ITREG工業院是做調查 最後拿給台電公司 然後在今年年級要提出來 裡面有三個目標 完成我國潛在組織母園特性調查與評估 第一個 第二個 建立潛在組織母園工業 以及安全評估技術 並建立下階段 後遣長子調查區域 所以這些工作是合約所的工作 所以你應該都處理的單位 不過那個 林復博士現在已經不是說法 他是一個資深研究員 重點 技術上不是問題 現在是政治問題 所以政治問題剛剛講的就是 政治家要做下來決定那個Sight 那決定Sight怎麼決定呢 像在德國他現在立了 2013年立一個懸殖環 那那個懸殖環 他就知道由政治家去決定 非常困難 因為他都不要換我家 所以他現在是說 這樣八個專業團體 那裡面有那個NGO的 也有那個 代表專業的團體 現在這個行政院不是要成立的 不是 那他現在每一個團體 也可以推薦兩個 那就有16個 那再加上呢 他這個真正的學術專業團體 有16個 他組一個committee 由他們就有專業 在他們的地址裡面去決定賽 所以現在呢 這個德國現在有立法在試 因為這個選址 關係到那個 那個地盪利益 或者人民利益 或者是非常困難 因為在領土社會 那德國現在在場子有立法 那法國呢 他是因為政治家之間的一個後勢 他們很快就決定了 然後呢 在他的Sight裡面選擇 那選擇在指證黨 跟在野黨 兩個地方的Sight裡面 都去做台灣 然後呢 再決定一個比較好的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人類呢 有很多智慧去做 但是呢 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應該是往這方向去做 那你剛剛念的那些報告 那還在基礎面 那其實我們現在 重點是在政治面 要怎麼樣的解決這個僵局 那現在就是要 我會補充建議一下 像現在我們調查的 就是那個高低的會議 大概有金門馬祖獨秋檔 那事實上很多地址學家 也認為就是大達澳那塊地最佳 可是我聽說 我們最近成立的菲蛾家人 情內推 有一個成立一個菲蛾家人推隊 我們也會在有機會底下 既然沒有把 就是說地址最佳的那個大達澳居民 就是說邀請他們來參加這個會議 那事實上很多地址學家都說 大概就是那一塊 我們台大的那個蒋教授的同事 大概就說認為是那一塊 就是說宜蘭那一塊 我好像在報紙裡上看過那個 教授你也有提到說大概那一塊 我沒有聽到 我沒有聽到 我是有看到一個報告 那四年我們行政業菲蛾家人推斷 我們會竟然沒有邀請當地的 像南澳青年的代表來說 我們可能又放這個地方的可能之一 那也希望你們來參與 這個行政業菲蛾家人推斷 我竟然沒有把他們列入 對啊 我想這個是一個問題 一個是技術的問題 一個是民意的問題 這兩個問題就是說很難去分開的 幾乎是沒有辦法分開的 我呢 我可能在一次去年四月的時候 講到Yakam Mountain的簡單歷史的時候 我就提到Yakam Mountain 為什麼會變得這麼難走 它除了政治問題以外 也是有居住問題的 那當初 很簡單 我講了一分鐘就好 當初這個 這個 美國合肥料法案 1982年通過的時候 1985年 1987年 改修正案 為什麼會有修正案 把整個選藏子的過程 通通省略掉 只有指定 修正案只有怎樣 這個裡面 除了政治問題 還有牽涉到技術問題 就是說那個時候 對於技術了解 對這幾個可能的 那個地質還沒有做 沒有深入的牆子調查的時候 這個資料認為 Yakam Mountain是很乾的 水絕對不會滲透到 那個蠢置場的位置 三百公尺 離低漫三百公尺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 而且那個火山裡面 非常非常厚 有六百公尺 才會噴到地下水 然後認為它水在三百公尺 離低漫三百公尺 絕對是很可能的 那時候 很信有的地質水紋資料 認為是乾的 不會有水 所以他們就 這個專家 比如 這份 一二三 Yakamang 排名第一 這個是其中一個因素 當然還有其中很多因素 這個就是 1987年 這個修正案的原因 當然一投票 都會投票這個政治原因 為什麼 這個一選了以後 等到你做詳細長子調查之後 發現水會滲透地球 所以它必須要在工程平台裡面 做很大的修改 這個 這個將來在這個 處置計畫裡面 很有可能會碰到的問題 因為你還沒有做詳細長子調查之前 你在選長子的時候 你沒辦法完全知道這個地質 水紋下面到底是怎樣 你只能夠鑽個幾個洞 鑽個幾個洞 你看看那些 很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有可能 等到你真的開始做詳細長子調查的時候 你才真正去了解這個地質的特性 那這個地質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 這個處置庫的長期安全呢 那這個就是 只有在你做詳細長子調查 對 我怎麼想 因為當年參與這個 學子 我就是這個 所以我知道說 就是這個 這個亞可曼的賽 你剛剛說的問題 請大家多多曉 不是不曉 不曉 就是說可以 你是不是不曉 我是這個 就是當時這個 評審這個賽的 這個 當時亞可曼的就是第一 第二是這個 這個 Texas 那個 那個 第三才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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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在裡面 公室 那我在那邊 所以 我知道這個 這個 不過 就是說 現在 當年我們還知道的是 地下水面 就在300公尺以下 現在後來知道是 600公尺以下 但是 687年 我們知道是 300公尺以下 那 關於第一階費 在台灣 這個 沈船或什麼 這個問題 其實 我們都很高興 沒錯了 但是 這個做法 在西方 是行之有年 所以 美國東安 西安南安 這個底下 不知道多少河費 都丟在裡面 那那個 波羅的海裡面 一大堆 所以 這是過去的 comer practice 說出來 那 那只是說是 今天我們大家 進去的海豹 因為是對海洋污染太嚴重 所以我們希望不要這樣做 那 至於說 我們的高況場子的選舉 剛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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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兄會比較 比較upset的說 台灣他們怎麼做 我也沒有說過 這個 就是 南澳那個賽的多好 南澳那個賽的 大概幾乎不太可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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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了解 那 這東西比較像 您剛剛提到說 像一個強棲的儲存 地方 就像那個Texas的賽一樣 那 這樣可以delay 我們整個的disposal 到 也許 百年之後 做不定 那是比較 什麼而中心 因為我們國家在調查 產生能力 比美國選太遠 太遠 3T 那個技術 差太遠 所以 這東西 這個 並不是現在 我們大家 這個故事 就可以覺得一個賽事 辦不到 我們技術上的辦不到 這個 他有很長的位置 對 好 好了 好 所以這個 這個 事後 有問題 那如果說 那個 一有衛星的話 我們下一次可能 可以再辦 第三系列 系列三 也可以 還有那個 當然還看 這個 卓教授 這個 有沒有碰 欸 你啊 現在要回美國了 我 如果要做聯繫 你可能移用最容易 還有一個就是 各位來賓好 很多專家學者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題目 也可以給台下會 參考一下 我們再考慮再辦 或是跟這個 我們的AGO合作 我來辦 我們都可以 那基本上還要 我要提給我們的那次委會 大概都OK 這樣子 好 今天就到這邊 感謝 謝謝大家